第1499章永远是你大爷 赢了 我们赢了 爽 太爽了 夜少是王 夜少是这世界的王 在向大鹏有着自己算计时 黑象盟里面正一片欢呼 黑头头他们也都兴奋不已 不断挥舞拳头喊叫 这一战如果叶凡输了 不止两千亿打水漂 他们借给叶凡的五十亿也没了 那可是黑象盟的棺材本 而且叶凡兵败如山倒 黑象盟也会被第一桩清算 估计他们这批骨干不是死亡 就是逃亡 如今 不止五十亿回来了 还变成一百亿回报 最重要的 第一桩垮了 黑象盟要崛起了 黑头头感觉非常爽 振臂一呼也是声响振振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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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 快去杀猪 夜凡差一点就把黑头头踹飞出去 在黑象盟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庆祝时 宋红颜的影片涌入了进来 影片一开 叶凡就见到一身职业装的女人 坐在华一门会长办公室的椅子 笑容奄然看住自己 一如既往的光芒四照 华贵摄人 你那三百亿哪里来的 不是都被我搜刮前进了吗 叶凡看到女人 眼神一揉 调笑着问出一句 什么时候学会藏私房钱了 我把外公的备用金全部弄来了 宋红颜很是坦诚 早上知道霍子言他们被骇客攻击 我就担心今天一战会有变故 所以找外公要了 三百亿 他轻笑一声 这笔钱也算他棺材本了 叶凡一笑 你就不担心 这三百亿砸下去打水漂 我当然知道风险 宋红颜一拢秀发露出精致的脸 也清楚他可能砸下去连水花都没有 只是我想要你知道 不管你遭遇什么困境 我都跟你同在 哪怕只有一点力 我也要全力以赴他 落地有声说 也许帮不了忙 但不会让你感到孤单 叶凡心里一难打去 你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要感动我预定你下辈子啊 为什么是下下辈子啊 宋红颜娇笑着追问 下辈子呢 难道不是我 这辈子腻了 下辈子要换换口味 叶凡耸耸肩膀 为了五百亿 我把下辈子预定给金志愿了 宋 红颜扑斥一声 你骗钱手段越来越高明啊 一个下辈子就到手五百亿 好了 不开玩笑了 说说正事 叶凡活跃一下气氛 随后追问一句 是你说动五大家入场帮忙的 没错 宋红颜很是坦诚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知叶凡 我知道你处境艰难 我拿三百亿杯水车薪 而且沈半城 还有熊天俊这些顶尖骇客在 所以我寻思要赢得这一场胜利 必须雷霆手段 以站顶乾坤 于是我上午就联系了唐平凡他们 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告诉他们 杨国的人情该还了 五大家代表也没太多讨论 十分钟就拍板各凑一千亿进场 他们这种痛快态度让我很意外 我都准备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们还人情 毕竟觉得他们不会轻易答应 而且他们就算还你人情 也会要求事后占股分配 他微微一笑 结果却什么都没要求 直接凑钱开干 叶凡大笑一声 这只能说明宋总你面子大 我哪里有什么面子 宋红颜很是理智 别说郑家他们 就是在唐门 我也只是一个私生女 哪里有什么面子 我问过唐平凡怎么这样痛快援助你 唐平凡说 一个是想好好还血龙元的人情 毕竟杨国一战 你让五大家少奋斗了十年 二是欣赏你的个人魅力 认定你迟早会起飞 现在对你投资 你迟早会十倍百倍的偿还 三 五大家三大基石 虽然一直内斗不止 但面对外人欺负 自然要同仇抵抗 而且第一桩 本就是当年神州各家内斗 被五大家 剃出神州的落魄家族建立 唐平凡他们从骨子里 看不起沈家这些失败者 就算沈半成成了相国首富 还跟王室联姻 在他们眼里 依然不入流的猴子称王 所以看到 第一桩这样不择手段对付你 五大家也就想援手你一把 打垮第一桩 这样就能警告沈半成他们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宋红颜对叶凡毫无保留告知 还真是弯弯绕绕 叶凡捏起一杯茶水 喝入一口 不管怎样 五大家这次帮了我大忙 他补充一句 替我买几盒月饼感谢一下 不管五大家什么理由进场 这次都帮到了叶凡 如没有五大家的资金进场帮忙 叶凡就要亏损两千亿了 虽然这笔钱不能让他就此负面 但起码要三 五年才能缓过来 这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这一战失败了 相国努力就全部付出流水 而第一桩此消彼涨 吸收获市基金的资金后 实力就会再暴涨一大截 这个忙 叶凡还是需要记得的 放心吧 我会妥善安排的 宋红颜声音很是轻柔 随后话锋一转 第一桩已被我们杂破安全线 遭受相国金管局接管 股价无法再交易 旗下产业也将会清算 他借债不少 估计十大药厂这些都保不住 秦律师也遥控牵引 暗中进行收购 审办成落败已成定局 他就算明天凑来一万亿也没用了 我担心穷途陌路的他 会狗急跳墙咬你 就跟早上对付白如歌一样 他眸子有着担心 你千万要小心 或者你可以先下手为强 宋红颜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让苗峰狼或沈红秀 悄悄杀了沈半成 别担心 叶凡 笑了笑 我这几天不一整了 就留在黑相门处理首尾 我已经调了一千人来保护自己 苗峰狼和毒孤伤也在我身边 沈半成要冲进来杀我 没有三千人是进不了第七层院子 至于沈半成 落魄凤凰不如鸡 他现在一无所有 还是过街老鼠 不用我动手 都一堆人想要弄死他他 眼里有着自信 最多三天 沈半成要骂滚 要骂死 叶凡很清楚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 胜利的时候有多光鲜 落魄的时候就有多凄惨 宋红颜一笑 这几天都待在黑相门 这可是你说的 我随时查港 完全没问题 面对女人的关心 叶凡大笑一声 我如果不在乎安危 我现在估计都冲去第一桩了 看看能否把熊天俊堵住 就是担心审办成狗急跳墙 所以我只是派人盯着第一桩 而不是冲进去硬碰他 很想揪出熊天俊算一算账 宋红颜轻声一句 有机会的不急安全为上 叶凡刚挂掉电话 黑头驼就跑过来地狱 主人发现向大鹏下落了 叶凡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一劈 黑头驼马上转身离去 第1500张归宿早定 从天堂到地狱 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 就连审办成这种经历世纪审服的人 尚且因为第一桩垮掉 差点白了头发 向大鹏更是难于接受 想一想 五分钟前还是亡 五分钟就成丧家之犬 怎么顶得住 只是大局已定 他无法翻盘 于是就想要报复叶凡 当然 他清楚自己不是叶凡的对手 所以目标打到还在医院治疗的白如歌身上 拿下白如歌 他就有机会对付叶凡 夕阳西下 深爱私人医院 接近下班 人员开始稀少 咔咔咔 六点 向大鹏穿住医院清洁工服室 戴着口罩和帽子 出现在医院五楼 他拖着一辆摆放各种清洗工具的小车 不动声色走向走廊尽头的白如歌病房 这是唯一机会 也是最好的机会 向大鹏觉得 叶凡大获全胜 正是得意忘形的时候 一定不会想着白如歌的安危 而且白如歌早上已经遭受一次袭击 叶凡他们心理上已经认定他安全 至于那个保护白如歌的狙击手 向大鹏进入医院前扫射了周围制高点 并没有发现黑衣女人踪迹 而医院内部狭隘地方 狙击手基本上发挥不了优势 所以他放心前来 前行途中 向大鹏还扫射墙上的电视 看住成为头条新闻的落败第一桩 他心里就充满着怨气 叶凡 我不会放过你的 向大鹏恶狠狠嘀咕一句 随后加快脚步往尽头走去 门口有两名白氏保镖守护 向大鹏无视他们的存在 面部改色靠近 两名白氏保镖纹身微微偏头 毫不在意 他们扫过一眼 随后又谈笑了起来 只是眼中都多了一丝玩味 接着两人又摸出几个冰榔 罗姨挤不到楼梯口 摆出远离病房吃东西态势 只是两人有意无意撇来的凶光 全部落入向大鹏的眼里 有诈 向大鹏心神一颤 眼皮跳了几下 他本能停止脚步 转身 却看到后面多几个医院护工 一个绑大腰圆 袖中藏匿着武器 哗啦 向大鹏把车子一扔 整个人像是利剑一样爆射 他目标明确地 向走廊一侧的通风窗奔跑过去 站住 看到向大鹏发现端倪 白是保镖脸色巨变 吼叫一声拦截 不许动 不许动 慰言呵斥声并没有起到震慑效果 相反 激发向大鹏的凶行 戴着口罩的他争鸣一笑 双臂一身 拳头点中两名掏枪保镖的手腕 啪啪 手腕剧痛 枪械落地 气势如虹地向大鹏趁机扑了上去 气势如虹冲上了两人 两人立刻喷血 失去战斗力 安全梯窜出十几人 电梯方向也涌来几十名猛男 他们气势如虹围向了大鹏 废物 一群废物 见到这么多人围向自己 向大鹏丝毫没有畏惧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他抱射出去 手腕猛地向上一掀 两名挡路的对手被掀出去 随后 他抓起两把枪械 对住靠近的对手扣下板击 四名靠前的黑象蒙 精锐身躯重弹 摔倒在地惨叫连连 砰 砰 砰 双枪不断点射 像大鹏像是疯子一样 把子弹全部倾泄出来 几十人下意识做出反应 或趴扶走廊 或避入附近病房 子弹撕裂洁白墙壁 留下弹痕异常夸张 杀石飞溅 尘埃弥漫 好几个灯盏也轰然落地 玻璃纷飞 满地扎碎 压得众人没办法抬头 向大鹏只凭两支枪 就压制住数十人 同时挪移背部靠近窗户 很快 他就到了窗边 一丢枪械 身体一番要跳下去 砰 就在这时 窗边突然冒出一个黑影 一掌打在向大鹏的背部 一声巨响 向大鹏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也手脚晃住跌下楼 只是他也相当厉害 跌落的时候还扭动身体 扯住几根树枝倒在地上 而且他落地后没有停歇 忍住那伤丢出一颗烟雾弹 随后趁着混乱 人群迅速消失 我靠 这样都没死 窗台上 黑头驼看住逃窜的向大鹏 惊讶不已 接着反手给了自己一巴掌 不好好练功 一掌都打不死人 追 追 给我追 飞头驼反应过来 盲指挥一众手下追击 一个小时后 向大鹏窜入一个 态势风格明显的花园 他轻车熟路地避开花园守卫和庸人 然后穿过花园来到一处前进后院 很快 他的视野就见到一男一女 女的在喝着红茶 吃着糕点 男的 正拿着毛笔耐性子写字 文字歪歪斜斜 却很认真 正是四王妃和像沙虎 四王妃 像沙虎 我被叶凡算计打伤了像 大鹏冲过去 一脚踹开像沙虎 随后 他倒在椅子上 一把扫开白纸和毛笔 大口大口地喘息 你们快去地下室 帮我把八号医药箱拿过来 那里面有我专用的真水和丹药 还有红颜白药 我受了外伤和内伤 需要好好治疗 而且叮嘱守卫 加强戒备和监控 不要让黑相蒙的人进来 黑头脱以惊 疯了 做了叶凡的狗 不择手段要杀我 你们再给我爸打个电话 就说我受伤了 要在这里躲几天 快去做这些事情 但凡一件事做错了或出入了 休怪我不顾情面收拾你们 他很直接地 给四王妃和像沙虎 发号施令 将炭花和沈小雕 他们把像沙虎 就回向国之后 沈半城就对 让像大鹏 好好殉倒他们母子 以前小打小闹算了 港城输掉三百亿 沈半城就必须敲打像沙虎或四王妃 所以前些日子 像大鹏把母子软禁在这里 还强势扭转双方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日子 不止像沙虎要扫地卫像 就是四王妃也要为像大鹏洗衣煮饭 这也让像大鹏飘飘然 这也成了他维护最后尊严的地方 一无所有 但仍能驾驭四王妃和像沙虎 像沙虎 去把红颜白药拿来 我给像大少擦擦伤口 面对像大鹏遗旨气时 四王妃撬脸没有发怒 保持着谦卑笑容 像沙虎也没发飙 目光没半点波澜 捡起毛笔 一言不发去拿药膏 四王妃还轻轻一转茶壶 给像大鹏倒了一杯红茶 大鹏 你先喝杯茶 润润嗓子 待会像沙虎拿来药箱 我给你好好擦拭伤口 而且这里你放心住 我绝不会让黑象蒙进来的 怎么说我也是四王妃 四王妃把颜色好看的红茶 推到像大鹏面前 来 喝点红茶补充体力 不错 拾去 不枉我调教这么久 向大鹏端起茶水 一口喝下 随后目光凶狠警告一句 四王妃 我跟你说 第一桩虽然遭受危机 但要弄死你们娘俩 轻而易举 而且 除了第一桩 想要扶持你们上位外 其余势力都恨不得你们死 咱们是同一条绳子上的炸吗 所以你们娘俩 给我老实一点 安分一点 她知道四王妃 她们肯定看过新闻 因此也就不过多掩饰 而是挑明自己态度 笨 只是话没说完 向大鹏伸去一颤 神情痛苦 接着发现口鼻有东西流出 她一摸 全是血 还是鲜红无比的血 同时 一股说不出的剧痛蔓延全身 抽走了她身上最后一分力气 向大鹏望着四王妃怒不可斥 你下毒算计我 四王妃一转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 风轻云淡喝了下去 鸳鸯虎 向大鹏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吼叫 你真的下毒 为什么 我们是同一条绳上的炸吗 它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吐血 快不行了 在岗长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是同一根绳了 四王妃看着向大鹏一笑 随后拿起手机打了出去 叶绍 向大鹏 死 第1501章穷途末路 大鹏死了 叶凡并没有太多意外 在他想要绑架白如歌开始 叶凡就把他列入了死亡名单 之所以让他多活了一天 不过是忙着跟第一桩决战 决战落幕 大鹏自然也要落幕 为此叶凡还多番布置 即使他不死在非头脱手里 四王妃母子手里 也会被沈红秀杀掉 对于这种挑衅自己底线的敌人 叶凡向来不会留情 隔天早上 在获释基金忙着处理首尾时 叶凡也再次走入了第一桩 他虽然答应宋红颜不乱跑 但觉得非常时期 还是要尽尽力 所以跑过来看审半城 不过他除了让近百名 黑象蒙金锐护卫外 还让苗风狼和独孤伤暗中保护 这种阵容够万无一失 相较于前两天的戒备森严 与杀气凌厉 今天的第一桩要落寞和孤独很多 门口没有患者和家属包围 桩内也没有什么守卫和庸人 只有斑驳的阳光落下来 说不出的寄了 叶凡神情平静在第一桩走住 视野不见一人 像是走在一个无人的村庄 只有当他快要走到后院时 叶凡才听到有二胡的声音 气凉传来 他走过去一看 正见沈半城坐在一个凉亭 手里拿着一把二胡轻轻拉着 他的面前还摆着一壶茶 极宽点心 看似悠闲 实则是穷途末路的最后点缀 不错 手法纯熟 感情到位 这一曲东风破 能上大雅之堂 叶凡安静等住 等到沈半城拉完一曲 才笑着走上去 想不到沈会长如此多才多艺 既能驾驭相国伤盟 又能拉得一手好二胡 他叹息一声 我不如你 你是真心夸我 还是讽刺我 沈半城抬起头望向叶凡 随后又轻轻摇头 算了 夸也好 脸也罢 不重要了 自古以来 成王败寇 我是失败者 你是胜利者 你挣几句 我又能如何呢 他像是老朋友一样 轻轻挥手 适宜叶凡来过梁亭 沈会长言重了 叶凡笑了笑 第一桩虽然兵败如山倒 损失好几千亿 可不代表你输得一败涂地 我昨天查过 第一桩在海内外投资不少 看起来家大业大 但负债率非常惊人 他语气很是玩味 一百亿里面 起码有八十五亿 是银行的 是国家的 沈半城微微眯起眼睛 为了壮大规模 借钱做生意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借钱也是给利息的 他笑了笑 难道叶少做生意 没借过钱 借钱做生意 当然正常 只是资产和负债 一般是一比一 这样出事了 资产就能还债务 叶凡轻笑一声 而你却是八成五 第一桩挂了 你拿什么还 很多项目 你都是用国家的钱 办自己的事情 嗯 最牛叉的 新国高铁的境外招标 你带向国银行的钱 高价抢了向国官方的标 不得不说 比起你对 牵引公司的强取豪夺 你借机生蛋的本事 也不小 很多年前开始 你就趁着第一桩刑事大好 不断把自己的钱藏起来 把向国银行的钱带进去 如此一来 一旦将来 向沙虎上位 你成为太上王 你就能把国有变私产 让第一桩多一倍身家 如果向沙虎失败 你遭受星象王打压报复 第一 装崩盘 你也无所谓 因为第一桩 全是银行债务 而你的那份钱 早就转移出境外 虽然 牵引公司的变故 吃缓了你的脚步 昨天决战 你也拿出自己不少真金白银 毕竟几千亿现金 自己不拿大头 是不行的 但我判断 你起码还有三成实力 你在境外起码 还有一千多亿 当然 这些肯定是各种固定资产 而不是能轻易变现的现金 所以你确实输了 但不需要这样可怜你 解散护卫庸人 孤苦伶仃拉二胡 希望博取我可怜 让我手下留情 真没必要 叶凡绽放一个笑容 对你这样的敌人 我一向是赶尽杀绝的 沈半成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是喝入一口茶水 风轻云淡 高深莫测 叶凡又冒出一句 真正的穷途末路 哪里有心情拉二胡 而是跟像大鹏一样 想着跟我同归于尽 他端起杯子摇晃了一下 沈会长 咱们都到这个时候了 别装了 做个交易吧 你把熊天俊的下落告诉我 我给你一个 安享晚年的机会 叶凡目光变得锐利 不然我不杀你 也会有一堆人要你死 沈半成脸上没有波澜 只是看住叶凡一笑 年轻人 你很优秀 只是脑子想的有点多了 什么熊天俊 我不认识 至于我的下场 我也早有安排 我输了 没脸在相国待下去了 没脸见相亲父老和古明了 我明天就离开第一庄 找一个僻静地方安堵余生 他叹息一声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都无所谓 当然 你担心我卷土重来 你就出手杀了我 不过你要知道 虽然第一庄落败了 但我还是沈半成 还是万商会长 王室外妻说完之后 沈半成就拿起二胡 一脸惆怅向前院走去 既然如此 作为分别 我再告诉沈会长三个消息 叶凡也没多大动作 依然靠在凉亭喝茶 第一个 你资不抵债 我已经对相国官方申请 拿你的鬼楼 审市大楼 十大药厂抵债 相国官方为了多拿点钱 平息股民怒意 表示愿意跟货事基金 进行协商交易 第二 沈小雕虽然还没抓住 但他冒不了头 几千人在龙都围堵他 他迟早会死的 第三个 我已经在地豪银行 找到黑客痕迹 还找到黑客 跟第一桩账户的关联 然后我反推回去 揪出第一桩 在境外的几千个非法账户 和一百多个合法账户 我以其人之道 我也让中介通过恐怖账户 哇 这些账户转了十万八万 不多 但可以申请国际刑警 暂时冻结这些自己账户往来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这些隐秘账户 肯定涉及你在境外藏起来的资金或资产 一旦封掉他们 不给你再度转移的机会 我就能抽丝剥茧 找出他们跟第一桩的从属关系 倒是你借机生蛋出来的钱 将来东山再起的境外投资 统统会被 拿回来平息债务 你的儿子会被我杀掉 你的蛋被我砸了 十大药厂等也会被我全部接管 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叶凡落地有声 沈会长 你真的一无所有了 牵引公司那一口气 叶凡现在总算是吐出来了 叶凡 刚才还蛮不在乎的沈半成 神情瞬间变得猙獰 他扭头望向叶凡吼出一声 做人不要太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 叶凡淡淡一笑 向大鹏 死了 沈半成瞬间咔嚓一声 握碎了二胡 无尽杀意 第1502章立规矩 急于沈半成心理一记重击后 叶凡就没有再咄咄逼人 从容起身离去 不过他安排了独孤伤暗中盯着沈半成 真正穷途末路的沈半成 为了翻盘或东山再起 很大几率会找雄天俊交流 叶凡要一网打尽 离开第一庄后 叶凡又回到金之灵为患者治疗 他现在一般只给重症患者治疗 轻症病人都是直接喝中药慢慢化解 只是病人越来越多 让叶凡他们怎么尽力应付 叶凡不得不督促 霍氏基金尽快拿下沈氏大厦和十大药厂 这样就能大量生产药丸给病人吃了 第二天早上 霍子燕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向国官方把沈氏产业全部打包 500亿价格卖给了霍氏基金 叶凡很高兴 马上联络商事已经恢复的白如歌他们 他准备接收这个大本营后 马上介入十大药厂 当然 他要把第一庄药厂全部改名 他要改成自己的旗号 准备叫金之灵药厂 以叶凡现在的名声 金之灵药厂名头打出去 只怕瞬间火爆 下午三点 白如歌带着几十号来到第一庄药厂 虽然第一庄受到极大冲击 高层也因为堵门在家办公 但普通员工还是正常上下班的 所以白如歌等人走入第一庄药厂办公区域 马上就有服侍笔挺的都市利人上前 各位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好几个榜大邀元的保安也靠过来盯住叶凡他们 我们是来接管第一庄药厂的 因为来的突然 时间有点仓促 所以没有在公司内部发通知白如歌前进力所开口 我叫白如歌 麻烦你通知主管级别 等人员到会议室开会 一个秘书还拿出文件给漂亮前台看了看 接管公司 第一庄药厂接待人员微微够异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点点头转身走入里面 没多久 十几名衣光领先的男女 簇拥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瓜子脸女人出现 正是完颜北越 与人一身职业套装 长发高高盘起 脖子手腕擦拭着香水 艳丽无比 又娇柔撩人 他眸子中的盛气凌人 露出来的修长双腿 更是给人一种征服的火焰 接待人员一指白如歌他们 完颜总裁 就是他们 他们说来接管药厂 你好 我是白如歌 过来接管第一桩药厂的 白如歌递出一张名片 彬彬有礼笑道 请问你是公司的哪一位 接手第一桩药厂 蜿蜒北越眼路不屑 一巴掌打掉白如歌的名片 谁让你来接管呢 白如歌眸子一冷 不过他还是捡起自己的名片 擦了擦收了回来 随后礼貌出声 我们已经收购第一桩的资产 今天过来就是接管他们的 他又让人拿出 向国官方的相关文件 你有毛病吧 蜿蜒北越又是啪一声 打掉文件 嘴角勾起一抹戏谑 你们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 接管第一桩的产业 你们来之前 难道脑子进水 不好好查一查 这沈氏大厦属于谁吗 我告诉你 时间大要长 整栋审市大厦包括沈氏公司 全都过户到大王子名下 沈半城已经把这些东西卖给了大王子 大王子才是沈氏大厦等产业的主人 他毫不客气呵斥 你们这些贪婪的乡巴佬 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白如歌脸色巨变 过户到大王子名下 这不可能 霍子言说过 向国官方把第一桩产业 全部打包给了霍氏基金 前者不会欺骗叶凡的 文件也没有水分 这说明是完颜北越 他们搞错了 完颜小姐 我们有合法的手续 可以证明我们是第一桩的主人 你们会不会搞错了 你要不要跟大王子通个电话 免得引起什么误会 白如歌也提醒一句 而且大王子跟叶少还是朋友 我想咱们应该平和点解决问题 闭嘴 完颜北越不耐烦打断白如歌的话题 没有什么误会 我也不需要打电话 这些药厂就是大王子的新产业 你们这些无关人员马上离开这里 不要耽误我们生产和运作 不然我让大王子问责叶凡 说完之后 他一声令下 来人 轰他们出去 十几号人马上吆喝着驱赶白如歌他们 白如歌眉头一皱 想要发飙 但最后忍耐了下来 我们走 他带着人暂时离开第一桩药厂 下午五点 黑象蒙大本营 第七层院子 卖给大王子了 叶凡听完白如歌的报告 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我问问霍紫燕状况 随后 他就给了霍紫燕电话 霍紫燕也是一脸蒙笔 马上让人跟向国官方接洽 打听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5分钟后 霍紫燕把电话打了回来 叶绍 我们被该死 向国官方他们摆了一道 第一桩的产业 昨天就被审办成用200亿价格卖给了向镇国 虽然这些资产应该处于冻结阶段 不可能过户的 但审办成和向镇国还是进行了这笔交易 他们签订完合同 还输入官方系统申请 但处于屏蔽没有显现 出来 让我们无法在公开范围查询 审办成和向镇国交易后 向国官方就把第一桩产业打包500亿卖给我们 我们刚刚给了向国官方500亿 一个临时工就透过审办成的过户申请 于是第一桩全部转移到向镇国的名下 接着 向国官方也给我们出示收购的合法文件 或紫燕语气有着一抹无奈 第一桩产业现在算是一仆二主 叶繁保持着平静 资产冻结 还能私底下交易 这算严重违规 向国官方不管管 我请向国官方去解决这件事 或紫燕苦笑一声 把了解的情况全部告知叶繁 官方却说或是跟向国交易已经完成 他们还提示了这些资产的风险 而且我跟他们交易的时候 第一桩产业确实独立无主 现在 出现这种事情 是审办成和向镇国违规 他们私下交易是无效 向国官方明确我们是镇主 还把临时工开除了以锦校游 但怎么协调是或是资金的事情 向国官方只负责交易 不保证接管 你看看 这是什么话 五百亿一拿就不管了 连废除对方私底下交易声明都不出 我们是镇主 但向镇国是大王子 他这样拿着合法合约霸占 我们无法强势驱赶 不强势驱赶 像 镇国他们又怎会滚蛋 我严重怀疑 这就是向国官方和向镇国他们 联手做的局 他提醒 祝叶凡 这也说明 向镇国这个盟友不可靠 怪不得审办成 昨天没被我气得吐血 叶凡扬起一抹笑容 原来他早就想着挑拔我跟向镇国死磕 都不是擅长 向镇国明知道大家是盟友 却这样偷偷摘取胜利果实 太不厚道 白如歌接过话题 叶绍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要让阮静院周旋一下 叶凡一笑 没用 他左右不了大王子 第一桩产业接收不了 五百亿拿不回来 太憋屈了 白如歌眸子有着一抹怒意 这向国做生意 太没有规矩了 没有规矩 我们就给他立立规矩 叶凡捏起一杯茶坐着身子 望着不远处的黑玫瑰 发出指令 黑玫瑰 去 把金屋四周的楼房 全部给我买下来 第1503章 好奇过头了 叶凡虽然还没跟 向镇国好好交流 但从阮静院的语气 多少知道后者性格 这是一个吃硬 不吃软的家伙 所以面对向镇国摘桃子 叶凡也不太多废话 直接往他最重视的东西招呼 那就是金屋和七十二妃 在这些女人年老色衰之前 他们依然是向镇国的心头至宝 在叶凡指令之下 黑玫瑰他们迅速动作 第二天早上 向国精水高尔夫球场 阳光明媚 微风正好 向镇国正合完颜北越 几个德力女干江 在优雅打球 帅哥美女 扬眼醉人 引得无数客人探视 只是看到向镇国 又一个个惶恐低头 众人都担心自己多看完颜北越 他们几眼 会招致向镇国毫无征兆的发飙攻击 毕竟女人是他的逆龄 不过向镇国今天没有在意众人 脸上前所未有的高兴 跟身边女伴谈笑风声 听到完颜北越 把白如歌一伙人驱赶出去 向镇国止不住竖起大拇指 干得不错 不给他们当头一击 他们都要忘记 这是谁的国度了 他 还笑了笑 记住了 十大药厂和审市大厦那些 都是我们的产业 你们一定要给我好好看住 看出这些娇媚如花的女人 在想想低价拿到手的第一桩产业 向镇国全身生出了惬意 蜿蜒北越他们娇笑不已 大王子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守好这些东西 别说 白如歌了 就是叶凡亲自来也没用 我们根深蒂固 我们有合法手续 叶凡除非把我们杀了 不然一点法子都没有 蜿蜒北越一笑 只是他连落败的审办成都不敢杀 又怎么敢对大王子和我们下手呢 分析的 好 向镇国大笑 搂过女人亲了一口 蜿蜒北越 你成长了 不愧我把药厂交给你 他很是高兴这些女人的成熟 这样将来即使身体无法满足自己 也能继续榨取他们的管理价值 对于王室争斗多年的他来说 娘子军比许多手下都更可靠 蜒北越督嘴娇笑 都是大王子的栽培 话音还没落下 又是一辆高尔夫球场车子开过来 很快 车子停在向镇国他们附近 接着 一个身穿紫衣 戴着太阳帽的阮静院出现 蜒北越眯眼 阮静院 大王子今天没叫你 你过来干什么 向镇国挥手制止他 别这样自家姊妹要和谐 蜒北越娇哼一声 阮静院没有理会蜒北越 神色匆匆走到向镇国面前 向少 叶凡是我们的盟友 而且他们是通过 向国官方合法收购 咱们这样摘取 或是基金的胜利果实 会不会有点不太厚道啊 再说了 这一仗 叶凡也是主力 是他替我们铲除了 审办成这个大障碍 他提醒一句 我们霸占第一桩产业 欲供欲私都说不过去啊 闭嘴 阮静院 你脑子进水吗 胡说八道什么 没等向镇国开口 蜒蜒北越喝出一声 什么叫摘取胜利果实 第一 这一仗 如不是大王子官方庇护 叶凡有这么容易击溃第一桩 鬼楼 审视大厦 十大药厂封堵 不是大王子打招呼 叶凡派去的人 早被抓去牢里关押了 昨天股市大决战 大王子也砸出了二十多亿 支持叶凡 在击败第一桩份上 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叫大王子没出力吗 第二 在商言商 大王子跟叶凡虽然是盟友 但也是王室不动产 和基金会的代言人 他也要给王室赚钱的 他跟谁交易是他 的自由 只要能赚钱 大王子都会努力去交易 大王子可以跟九王子做生意 可以跟叶凡联盟 也就可以跟审办成交易 而且大王子跟 第一桩交易 没出钱吗 没有签合约吗 第一桩产业是大王子 真金白银买来的 足足二百个亿 有哪门子不厚道 歪言北约看住软经院 咄咄逼人 也表达着向郑国内心 深处的想法 还有 这次交易 是审办成主动请求的 是他希望大王子 买下第一桩产业 让他安度余生 大王子看他可怜 勉为其难交易 大王子这是做好事 做好人 叶凡应该全面支持才是 他有什么好委屈的 再说了 叶凡赚了 五千亿 大王子喝点汤 这都不行 他撇撇嘴寒沙摄影 软经院 你是不是觉得 大王子没让你 接管第一桩产业 心里不爽 故意挑逝啊 他还有一点没说 那就是叶凡是九王子的人 击溃了审办成 下一个目标就可能是大王子了 向郑国不趁机吸收审办成的实力 壮大自己 难道傻傻等着叶凡收割完第一桩 再来对付他 其他女人也都充满敌意 看住软经院 七十二非中 能够执掌十亿资产以上 实业的没几个人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介入第一桩产业 软经院唧唧歪歪 当然不爽 软经院下意识摇头 不是 我只是担心叶凡发怒 他知道叶凡的手段 完颜北越冷笑一声 他有什么好发怒的 能对付审办成 难道还能对付大王子 好了 别吵了 打 个球也不得安宁 向郑国挥手制止完颜北越开口 随后 一楼软经院的肩膀笑道 靳院 我确实需要给你一个解释 我没有让你介入 接收第一桩产业 是觉得你好几次交锋 都败给叶凡 你对他心存畏惧 所以我就让完颜北越他们去接管 毕竟出生牛犊 不怕虎嘛 当然 我也有体系你的意思 毕竟牵引基地 还需要你消化 再介入第一桩产业 就太累了 至于叶凡 你不用担心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赚得盆满钵满 我占审办成一点便宜 他应该不会在意的 如果这都发怒 叶凡可就太自私了 我出那么多力 却连一点便宜都不能占 像话嘛 向郑国皮笑话不笑 如果你真觉得让你这个 中间人为难 那你就替我给叶凡传个话 明晚 我把延后的饭局补上 我在向国府邸 设宴给他赔罪 他拍拍女人的肩膀 我会亲自给他解释 顺便取得他的谅解 听到像郑国这一番话 阮静愿巧脸缓和 好 我联系他 让他和向少你把话说开 接着 他想起一事低声开口 大王子昨天股市决战 有一只神秘资金 助力审办成 他具有五百亿资金 实力凶猛 持有者是北望川 我看那只资金 怎么有点熟悉 阮静愿低住头 向郑国眼神一冷 你好奇过头了 阮静愿打了一个机灵 向少 对不起 我只是一时好奇 叮 就在这时 蜿蜒北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接听片刻 随后翘脸一遍 向少 不好了 金屋出事了 第1504章巨大变故 向郑国一伙人 回到金屋差一点气死 号称整个巷国 最昂贵最香艳 一平方公尺 超过20万元的金屋 此刻跟菜市场一样 乌烟瘴气 金屋附近的几栋大楼 都被人买了下来 一栋写着重症病人 救治之地 一栋写着临终关怀之地 一栋写着免费停时间 一栋写着病葬一条龙 无论是哪一栋大楼 都人满为患 有人治病 有人念经或祈祷 有人送进停尸房 还有人在洽谈墓地 叶凡把第一庄门口的患者 全部引了过来 他不但给病人治病 还对无力回天的病人 给予最后的尊严 或归宿 而这一切 统统都是免费 这不仅让叶凡名声大作 成为相国第一善人 也让金屋附近的几条主干道 全部堵塞 各种噪音更是间歇地响着 居中的金屋虽然占得不小 除了大平层之外 还有别墅 保全 草木 隔音墙也都应有尽有 但依然架不住 成千上万病人的来回折腾 进入这里 别说找乐子 连清静都做不到 像郑国很清晰看到 七十二妃都走出住所 不是烦闷不堪的怒骂 就是暴躁的走来走去 偏偏 他们又无可奈何 不管是保全 还是警方都不敢驱赶 只要一靠近叶凡 就会被病人和家属淹没 看四周这架势 只要叶凡想要 三 五年别想安静 金屋要结束了 这算是第二个半岛城邦 叶凡 这王八蛋 太魂囚了 向郑国扫尸一眼 怒不可斥 来人 调卫队 把叶凡抓了 把所有人都给我赶走 几个手下 神情很是犹豫 欲言又止 蜿蜒北越附和一句 没听到吗 快去抓人 赶人 这些患者 吵死了 也恶心死了 而且他们都是不治之症 这里待久了 土地都有病毒 他不断挥手 快去 快去 向少 万万不可 阮静院忙上前一步 神情焦虑阻挡 疑这些都是患者 虚感 显得大王子不仁 跟你昔日乐善好施的名声不符 二 这些人只剩下最后一点命 你让卫队他们动手 他们绝对会不管不顾拼命 三 这些基本上都是境外患者 闹大了 各国于公于私都会给相国施压 一步小心 九王子就会抓住这个把柄 控诉你不顾民心 只贪享受 他 提醒一句 而且叶凡也是高手 武力对他没什么用处的 不弄走他们 就这样看住叶凡搞事 金屋的房价 金屋的名声 还要不要 完颜北越喝出一声 让叶凡他们再待半天 这金屋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叶凡所为 肯定是冲着第一桩产业来的 阮金院轻声一句 他吃软不吃硬 我希望大王子还是好好谈一谈 老子不能动粗 大不了不要这个金屋 第一桩产业足够我建很多的金屋 像郑国心头也一阵子火 想要这样要挟老子 没门 阮金院叹息一声 当初叶凡在半岛城邦捣乱的时候 沈半城也是跟你一样的态度 大王子 大王子 不好了 这时 又一个亲信拿着手机跑过来 神情带着一股凝重 你旗下的三大象园 一万八千头大象突然暴毙 很多象牙渗入了黑乎乎的东西 失去了交易价值 他惶恐不以报告 王八蛋叶凡 欺人太甚 对金屋下手还不够 连王家大象都下毒 这可是专门给向王八十大寿 喂养的大象啊 蜿蜒北越止不住 骂道 一头头价值连城 这样胡作非为 叶凡实在无法无天了 其余人也都是义愤填膺 那可是神像啊 也是王家颜面 这样毁掉太暴殖天物 而且连象牙都被毁掉 让他们最后价值都没有 叶凡实在赶尽杀绝 阮金院眼皮一跳 一抹光芒掠过 但这次没有劝说什么 讨论中又有人跑过来喊道 大王子 大事不好了 你管辖的三间军工厂 突然住火了 他也 满脸惶恐 火势冲天 十辆消防车都难于扑灭 损失很惨重 阮金院大吃一惊 什么 叶凡连军工厂都赶烧 简直就是找死啊 哈哈 不愧 是值得我重视的人 看来我小看叶凡了 比起众人的愤怒 向郑国反而退去了怒意 对住众人大笑一声 这次是我梦乱了 蜿蜒北越 把第一桩产业给回叶凡 让他们三天后过来接收 阮金院 你亲自去一趟 邀请叶凡明晚去郑国府邸吃饭 我要好好向他赔罪 他微微挺直身子 他这一个朋友 我交定了 说完之后 他就钻入车里 迅速离开这让人烦躁的地方 阮金院望离去地向郑国车队 轻轻一推眼镜 遮住眼角的一抹寒光 此刻 叶凡治疗完几个病人 钻入隔音的办公室 拿起手机查看讯息 他先是回了阮金院的电话 答应明天去郑国府邸吃饭 接着 他的眼睛就变得凌厉 死死锁定一条黑头驼传来的消息 有人毒杀王氏大象 还烧了兵工厂 叶凡淡淡一笑 审办成这是浑水摸鱼啊 第二天晚上 拿着请帖的叶凡 坐着阮金院的车 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郑国府邸 钻出车门 叶凡扫视周围一眼 发现郑国府邸占地极广 守卫颇多 不过建筑美轮美奂 还距离滋养两十亿人的巷河很近 传闻大王子每天都在巷河洗澡 还不时前一碗河水运动体魄 叶绍 大王子和完颜小姐等候多时 阮金院向护卫亮出通行证 随后带着叶凡走入宫殿一样的建筑 他们今晚想要跟你好好道歉和解释 接受第一桩产业纯粹是个误会 他一笑 金院也希望你能给点面子 稍微缓和一点谈论此事 如果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误会 我今晚就不会跟你过来了 叶凡淡淡一笑 当然 究竟是误会还是摘果子 还是需要大王子来给答案 阮金院笑容甜淡 明白 明白 叶绍 请 三楼 望江阁 叶凡点点头 举步向上走去 来到三楼走廊 阮金院手机微微一震 他很是歉意 叶绍 镜头房间 你先进去 我接个电话 好 叶凡也没有在意 随后走前十几米 他扫视安静地走廊一眼 就推开中间的望江阁进去 砰 叶凡几乎刚推开房门 一个高挑身影就直听挺扑了过来 还裹着一阵香风和血腥 叶凡脸色微变 本能伸手扶住 却见一个女人倒在自己怀里 女人很漂亮又精致 只是脸色煞白 眼睛突出 无比吓人 叶凡低头一看 他心脏还刺着一把餐刀 鲜血肆意流淌 还带着温热 女人正是完颜北月 啊 死了 叶凡眼皮一跳 伸手一摸 发现女人已经没了生机 他暗呼一声不好 却见房内洗手间 喷一声打开 向镇国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瞬间怒吼 叶凡 你杀我女人 不是 叶凡喝出一声 不是我杀的 向镇国一声怒吼 你欺人太甚 老子杀了你 说完之后 他就闪出一把冲锋枪 对住叶凡就要乱枪点射 早有准备 叶凡脸色一变 正要躲避 却见身边多出一道人影 同时 枪声密集响起 砰 阮静院三枪打入 向镇国的胸膛 鲜血剑度 枪声一响 镇国府邸顿时躁动 第1505章 一步做二步修 向镇国直挺挺地倒下 冲锋枪也甩在一旁 靠 什么节奏 叶凡一愣 随后一个剑步冲过去 近距离扫射中枪的向镇国 胸口三枪 其中一枪打中了心脏 叶凡 阮静院 向镇国满脸愤怒 满脸不甘 但更多是震惊 他胸膛冒险 口鼻冒险 生机一点点失去 可那份憋屈 依然让他流着犀利 他眼睛死死盯着 门口的阮静院 向镇国做梦都没想到 今晚本该杀掉叶凡庆贺 结果却是自己 被乱枪打死 他很想掐死面前的叶凡 很想揪出阮静院怒斥 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只是再多的无奈和怨气 向镇国都无法发泄出来 致命伤口 一点点吞噬他的力气 吞噬他的生气 他抓住叶凡的手 挤出一句 我不服 不服 下一秒 他身子一挺 脑袋一歪 死不瞑目 叶凡眼皮直跳 怎么都没想到 今晚这炖饭会变成这样 再扭头一看 中刀死去的蜿蜒北越 他彻底反应了 毫无疑问 今晚真如他所料是鸿门燕 而且为了名正言顺 拿下和断绝自己退路 向镇国还杀了心爱的蜿蜒北越 嫁祸给自己 不然无法解释 他早就准备好的冲锋枪 只是向镇国怎么都没想到 阮静院抢先开的三枪 把他打死了 啊 大王子死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到他要拿枪杀你 本能就掏枪射击了 叶绍 快走 快走 向镇国死了 三百名卫队肯定认定是你杀的 他们会不惜代价杀掉你的 你赶走逃出去 从向河方向杀出去 此刻 阮静院已经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冲到叶凡旁边扫尸野 马上喊道 他还把枪械塞入叶凡的手里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说完之后 他还抓起一把椅子 哗当一声砸碎一扇窗户 对住叶凡交集吼道 楼梯已经响起了喧闹和喝叫声 显然王府守卫已经辨认是三楼响起枪声 从密集脚步就能感受到像是金锐的杀意 阮静院回来一扯叶凡 你快走 我来应付他们 我是准王妃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叶凡淡淡一笑 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阮静院住几喊叫 大王子他们死了 守卫肯定是死客到底的 王府有三百精锐 还有二十多名高手 五公里外 还有一个八百人的众卫营 你现在不走被缠住 就再也走不了 今晚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他指着砸出来的窗户 急切希望叶凡跑路 不能走 一走 我就真诚凶手了 叶凡捡起冲锋枪 不仅要背向郑国的锅 还要背完颜北越的锅 阮静院咬着嘴唇 我会承认向郑国是我杀的 你承认 他们只会认为你替罪 就算认定是你杀的 叶凡戴上一个蓝牙耳塞 我一走 也会认定我是帮凶 而且这一走 我在巷国努力打拼下来的江山 就全部前功尽弃 毁于一旦了 他脸上很坚决 所以今晚我不能走 不走 你有毛病啊 阮静院尖叫一声 你留在这里会死的 会死的 他们会杀了你的 羽人情绪失控 突然泪如雨下 说不出的欺然和无奈 叶凡眼神微微一眯 看得出阮静院 希望他活出去 放心 他们杀不了我吧 叶凡又找出两个弹家 放在身上 今晚的剧本 只能由我叶凡做主 大王子 大王子 此刻 门外已经响起了一个喊叫 我是卫队长相薄英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说话之中 还有放慢脚步的靠近声 以及齐齐打开枪击的动静 显然王府卫队意识到 怕是出现变故了 没事 大王子喝醉了 砸了几个酒瓶 打了三枪助助信 叶凡一二耳机 淡淡出声 你们下去吧 别打扰大王子的雅性 我只想跟大王子对话 向博音声音带着一股子杀意 大王子 请你回应我们 如果十秒内 得不到大王子你的回应 我们就要冲进去了 他 斩钉截铁 职责所在 还请大王子见谅 阮静院 嘴角牵动出声 向队长 向少没事 喝醉了 向博音没有理会 不仅不慢念着 五四三 阮静院脸色苍白无比 不用出去探视 也知道门外刀枪凌厉 卫队很快就会冲入境来 大王子真是喝醉了 不幸我开门给你进来 叶凡喊出一声 不要数了 我来开门 哒哒哒 话音落下 叶凡就把阮静院一扯 一扔 丢入一个酒柜的角落 同时 他扳机扣动 子弹瞬间喷射了出来 刚好站在门后的六名王府精锐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就鲜血见射 一头栽倒在地 没等他们闭上眼睛 叶凡又是哒哒哒一梭子弹过去 三人惨叫一声 捂住脑袋摔了出去 叶凡没有半点停歇 脚底一滑 先是把蜿蜒北越踹出门口 门外顿时响起一阵密集火力 砰砰砰把蜒北越打成了筛子 叶凡趁着这个空档闪出 枪口毫不留情一走 又把七八名敌人射翻在地 门口一片血迹 房门更是碎裂坍塌 硝烟弥漫 刺客 刺客 拉响警报 大王子有事 包围楼层 完颜小姐死了 大王子死了 后石木门倒下 完颜北越被辨认出来 像郑国的尸体也露了出来 眼见的王府护卫吼叫一声 大王子死了 外面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好像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像郑国死了 叶凡敢杀向郑国 几百名王府护卫口前舌躁 卫队长向伯英更是全身僵直 从头到脚冰冷无比 他听到枪声响起 知道出事 却没有想到是大王子被杀了 哒哒哒 就在他们呆愣的瞬间 叶凡再度窜了出来 他端住冲锋枪肆意扫射 一连串的惨叫中 又是五 六人倒在血泊中 向伯英在地上翻滚了好几下才避开 极其狼狈的他连连吼叫 包围楼层 包围楼层 一只蚊子都不能放出去 他调动卫队把建筑团团包围 今晚叶凡必须死 不然他们明天全会被人枪毙 阮经院见状大吃一惊 没想到叶凡不但不逃命 还主动攻击卫队 他想要喊叶凡疯了 此刻 压制了敌人第一步冲锋的叶凡 退回房间后 对住蓝牙耳机 喝出一声 苗蜂狼 拿出全部宝贝 给我杀光他们 一个人都不能放出去 沈红秀 一个小时 我要你坚持一个小时 阻击任何支援镇国府邸的敌人 嘿 偷偷 给你半个小时 把人给我运来镇国府邸 快快 一定要快 叶凡迅速下令 还不忘点射 把几个想从窗户闯入的敌人射杀 阮经院身躯一抖 对住叶凡喊出一句 叶凡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叶凡望着死去的向镇国冷笑一声 当然是血洗汪腹了 知道什么叫一不做二不休吗 那就是向镇国死了 杀光所有人 那就死无对证了 第1506章无可匹敌 血洗王府 一不做二不休 阮经院身躯一抖 眸子震惊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向镇国死了 叶凡不是逃之夭夭 而是要赶尽杀绝 这也太变态 太疯狂了 而这也脱离了他的原先设想和掌控 叶凡 王府几百枪手 还有八百名防卫队赶赴过来 他们全都有热武器 你怎么血洗啊 再说了 你杀光他们 事情闹大 王室和官方一定会 追查到底的 阮经院对叶凡喊出一声 你再怎么死无对证 他们也能挖出事情的真相 还有 什么比向镇国死了事情更大呢 向镇国死掉 我们就不可能撇开关系 叶凡挺直了腰板 与其被向国各方联手绞杀 咱们不如把水弄得更浑一点 他很多事情没跟阮经院系说 当他知道王室大象被毒死和军工厂大火后 叶凡就猜测是沈半成要挑起他跟向镇国死磕 而向镇国也一定会调转枪口对付叶凡这个盟友 这倒不是向镇国愚蠢看不出沈半成的算计 而是向镇国贪婪成性要急急吞掉叶凡胜利果实 所以叶凡早就认定 不管沈半成挑拔不挑拔 向镇国都会成为自己敌人 因此今晚这一顿饭 在叶凡看来九城就是鸿门宴 叶凡对此早就做了准备 一旦双方撕破脸皮死磕 那叶凡就一不做二不休 先发制人把向镇国也干掉 因为这是在向国 叶凡没有退路和躲避可言 一退 向镇国就会聚集全部资源碾压他和牵引 所以叶凡虽然没有预料到 蜿蜒北越横死这一幕 但却早有鸿门宴发生后的应付方案 那就是赶尽杀绝 拿下凶手 拿下凶手 给大王子报仇 给大王子报仇 砰砰砰 这时 门口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接着十几枚盾牌组成防盾墙靠近 后面 还探出几十支枪对住宴会听 很快 几枚闪光弹 催泪弹就砸了进来 白光丝丝作响 白烟四处乱窜 叶凡忙脚步一挪 扯着阮静院整人弹起 他扯住吊灯一晃 贴入门口上方的墙壁 他还给自己和阮静院戴上一个口罩 阮静院抿着嘴唇一动不动 只是余光焦虑扫射窗外的巷盒 两人几乎刚好避开 子弹就如雨水倾泻 砰砰砰射击个不停 桌子 椅子 窗户 墙壁瞬间被打得噼里啪啦 颁步不堪 几张沙发更是千疮百孔 面目全非 稍微一碰 就变成一堆粉末 至少三百枚子弹打入进来 几经扼杀了大厅全部空间 向博英他们杀红了眼 三波子弹打完还不够 接着又丢入几枚置换弹 一大股浓烟再度爆开 还伴随着一股刺鼻气味 叶凡捏出几枚银针 给阮静院一次 持缓这些气体侵入口鼻和脑 否则不止脑袋空白 还会陷入癫狂状态 砰砰砰 气体刚燃放完毕 又是上百枚子弹倾泻 重新把燕客大厅扫射一遍 接着 几十枚穿住防弹衣的敌人 才拿着盾牌和枪械冲入大厅 向博英吼叫不已 杀了 杀了他们给大王子报仇 砰 几乎是他话音落下 叶凡就坠入了人群中 叶凡端住冲锋 先来了两轮近距离扫射 撂翻五六名敌人后 开始猛烈冲锋 他一枪打穿两个人脑袋 一脚踹飞一名魁梧敌人 接着揪住一人 对着他腹部不断射击 干到这名敌人后 叶凡就把他横在身前承受子弹 同时踹开盾牌 不让对方合围 叶凡一手持枪 一手扯着尸体 手指不断扣下板击 枪管愤怒的震颤 如同流星的子弹 肆无忌惮地倾泻而出 全部钉入敌人身体 门口瞬间变得血肉横飞 惨叫连连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什么战争技术 也没什么军事闪避 靠的就是开枪速度和实力 杀 当叶凡被榴弹擦过腰部时 他也硬生生杀掉了二十多名敌人 只是叶凡还不满足 丢掉尸体又劫持住另一人 双手持枪往走廊杀过去 愤怒的子弹如雪花般倾泻 二十多米走廊硬是被他一个人踏平过去 掉在地上的弹壳 被叶凡踩得啪啪作响 把他衬托得无敌刁悍 阮经院看不到叶凡动作 但也能从厮杀感受到叶凡的强横 他心情说不出的复杂 向伯英他们很快就狼狈不堪地退到二楼 没法子 叶凡速度太快了 而且总是拿护卫当盾牌 让他们投鼠机器 看住一地鲜血和尸首 向伯英他们悲愤不已 混蛋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凡强横到这个地步 一个人把一支队伍压制回来 只是这样一来 也让他们变得更疯狂 向伯英挥舞着枪械吼道 加特林 火箭炮 给我轰死王八蛋 他散去活捉审问的念头 啪啪啪 随着向伯英的一连串斥责 十几人马上扛来加特林和火箭弹 他们杀气腾腾地盯向了叶凡 加特林的风潮枪口阴沉可迁 火箭弹的箭头更是失血无比 包围人员给我撤出三楼 快 向伯英吼叫一声 我要轰了凶手 几十名重新包围过去的敌人迅速后退 预备 就在向伯英要一声令下轰杀叶凡时 却突然看到几道黑色的光芒闪过 接着 十几名扛着火箭和加特林的同伴 就丢掉手里武器捂住咽喉倒地 他们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就蹊跷流血死去 全部死不瞑目 啊 向伯英一惊 他正要走过去看 却不小心瞥了眼窗外 他震惊发现 整栋镇国府邸 不知何时被黑烟笼罩了 视野变得若隐若现 而扼手一楼二楼的一百多名兄弟 也端住武器只停停倒在地上 就连制高点的几个枪手也都掉了下来 一个个面孔乌黑 生机熄灭 草地上 有十几名肩膀带着红布的黑衣人 正对着失去战斗力的王府护卫补捕刀 很认真 很淡漠 也很迅速 王府大门 更是落下了三层钢门关闭 这些是什么人 像伯英还看到 一缕缕黑烟从外面涌入 在一楼二楼 混合子弹的硝烟在流淌 所过之处都是人阳马翻 无声无息倒下 连几条大狼狗都蹊跷流血 黑烟中 还掺杂几十只黄豆大的黑色杀人风 看到有生机的活物 黑色杀人风就冲过去折一下 然后同归淤尽死去 像伯英又呼叫了对讲机一番 却得不到外面守卫的回应 他又拿起手机呼叫护卫营 却发现讯息也被封锁了 毫无疑问 监视室和电讯室的人也都出事了 下毒 向伯英反应过来 忙对残存同伴吼道 口罩 快拿防毒口罩 几十人手忙脚乱戴口罩 却根本来不及保护 他们避开了不须不及的黑烟 却避不开一闪而失的杀人风 很快 向伯英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而这时候一个大个子端住一杯卡布奇诺出现 他的手臂还停着一条黑色小蛇 陌生面孔 显然这就是其中一个敌人了 王八蛋 几个向伯英轻信大吼一声 来不及开枪直接挥拳上去 苗蜂狼看都不看 一脚一个踹飞 四 向伯英健壮怒吼一声 宫顷拉近距离 一拳打向苗蜂狼 四拉 这一拳轰出 气吞山河 在空气中爆出骇人的恐怖声音 向伯英要一拳打死苗蜂狼 苗蜂狼也是打出一拳 向伯英一接触到拳头 脸色狂变 砰 两个拳头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一声 轰 向伯英口喷鲜血 他的关节全部碎裂 右臂也爆裂开来 吃拉 他整个人更是滑出去七 八米 最后跪在地上 痛苦不已 他想要挣扎起来 苗蜂狼已经站在他面前 一脚踩爆了他的头 无可匹敌 很快 苗蜂狼出现在叶凡面前 人畜无害一笑 333人三只狗 三条吃人鱼 全部死光 王府上下 再无活口 第1507章 叶凡的真相 什么 真是杀光了 阮靖院走出来 看住满地死去的人 目瞪口呆 久久不能相信这一幕 333人 还都是像郑国的精锐 就算不能杀死叶凡 也能缠上一两个小时啊 怎么十几分钟就死了 阮靖院不想相信 只是事实摆在面前 连向博音都脑袋开花 他又不得不相信 接着他又听到叶凡让人打开通讯 对住蓝牙耳机发号指令 黑头驼 做事 很快 又有十几名肩膀缠住红布的黑衣人 进入郑国府邸 阮靖院除了看到黑头驼之外 还看到了一个装扮和脸 跟大鹏差不多的人 黑头驼他们迅速清理出一条路 让向大鹏从外面杀气腾腾走入府邸 同时 向郑国让人关闭的王府各个摄像头 也随着向大鹏走过的路线亮了起来 只是捕捉高仿向大鹏的影子后 摄影机又跟住一一熄灭 显然监控室也被叶凡掌控了 片刻之后 三楼传来了吼叫 接着就是一番争斗 最后就是砰砰砰三级枪声 没等阮靖院回过神来 高仿向大鹏就改头换面撤出 而一具尸体运了上去 叶凡 你这究竟是干什么 阮靖院按捺不住 对住走到一楼的叶凡问道 咱们不赶紧走 逗留在这里干什么 很快 护卫营他们就会赶赴过来 他提醒一句 现在再不走 待会就被堵住走不了 So 有什么好走的 叶凡淡淡一笑 人又不是我杀的 是向大鹏杀的 我走什么走 阮靖院一正 向大鹏杀的 事情是这样的 叶凡笑了 今晚大王子宴请我吃饭 我穿上新衣服 坐着你的车子 每滋滋过来 一进来 就看到来福再打 不 潜入进来的 向大鹏捅死 蜿蜒北越 大王子大怒 想要开枪报仇 结果却被向大鹏先下手 三枪打死 向博英他们大怒 就带着王府卫队 撕杀 可惜大鹏早有准备 四处布置了毒烟 把三百多人全部毒杀 连狗都不放过 关键时刻 我不顾安危 趁着向大鹏不小心吸入毒烟 喘息雷霆出手 叶凡给一个剧本 最终 我诈死向大鹏给大王子报仇 阮靖院小嘴长大 这 这也行 怎么不行 叶凡看住迅速撤离的黑头驼他们 嘴角勾起了一抹戏血 动机 远一点的恩怨 大王子和十四王子之争 向大鹏希望大王子死 十四王子上位 近一点的仇恨 大王子跟我联手打垮第一桩 让大鹏从天堂到地狱 一无所有 向大鹏不向审办成 看得开 被大王子恨之入骨 就潜入境来杀人 为了泄恨 他还先杀掉蜿蜒北越 让喜好美色的大王子心疼 然后再乱枪打死大王子 郑举 任正 我 相国第一善人 你 大王子最宠爱的妃子 咱们亲眼所见 向大鹏杀人 物证 监控今晚虽然出了大问题 但还是 天可连剑 拍下向大鹏杀气腾腾进入的侧面 背影 还录下他们在宴会大厅的争执和枪声 他笑容变得玩味 望向阮静愿意笑 沿途几个监控 也会记录 向大鹏喊住要杀大王子的画面 对于今晚这一出善后 叶凡给宋红颜也记了一功 如不是他当初提前 在相国布置白如歌和几个情报小组之外 他现在就不会有足够人手来完善这一切 黑相蒙虽然人多 但除了黑头驼和黑玫瑰 叶凡不相信其他人 动机 证人 证物 叶凡 你说的我有点头痛 阮静愿努力消化着叶凡的话 心里说不出的冲击 他的认知和预料不是这个样子的 向镇国横死 叶凡逃窜 王府卫队追杀 叶凡脱身 向国官方全面追击才对 怎么一下子变成像大鹏杀掉大王子 还牵扯到第一桩身上给予 致命打击 最让他恍惚的是大开杀戒的叶凡反而成了大功臣 他一时无法接受 你变得不错 只是有人信吗 先不说什么监控和杀人能耐这些漏洞啊 就是像大鹏 他不是被人抬住上去吗 他应该死了一段时间 法医 应该查得出双方死亡时间有出入啊 阮静愿神情很是挣扎 王氏很容易辨认我们撒谎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穷途末路的向大鹏非常可觉 我打不过他 用手雷炸死了他吗 叶凡一笑 炸了一个血肉横飞 再被一场大火焚烧 拿什么去检测尸体 话音落下 三楼一击爆炸响起 接着一团大火燃烧 宴会大厅很快就熊熊大火 接着 其余建筑物也都燃烧起来 大火 很多时候代表演示 但同样让真相蒙上一层杀 阮静愿目瞪口呆 可王氏和官方绝对不会这样草率相信的 毕竟像郑国是大王子 是未来相王人选之一 他这样死了 不管是不是像大鹏杀的 最终都会调查清楚的 阮静愿提醒叶凡 只包不住火的 事关大王子死亡 案子肯定会往深处调查 很难瞒不住 我当然知道真相迟早会找到 叶凡大笑一声 毫不在意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像郑国死了 本来就无法周旋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而且把水弄混了 至少第一桩会吸引火力 这点时间 说不定我就能想到法子化解潜在危机呢 说到这里 叶凡望向了不远处 只见车队滚滚而来 天上也有直升机轰鸣 毫无疑问 护卫营包围了过来 护卫营来了 营长是向问天 是向郑国交好的堂弟 也是他的死忠 他围住我们 看到 大王子横死 很大概率会围杀我们 叶凡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 从巷河撤离 反正你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安排 暂时避一避风锐 免得阴沟里翻船 阮经院再度劝告叶凡 毕竟向问天 手上有枪有炮 一旦失去理智 就很可怕 他还是希望叶凡 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不走 也不能走 要走 我早就走了 还留到现在干什么 叶凡毫不犹豫摇头 留下来面对 我们有八分清白 一走 我们就是做贼心虚 所有布置也没有意义 我无所谓被他们追杀 但不能让他们判定 是你开枪打死了向郑国 毕竟像郑国心脏上的子弹 跟你这把枪一模一样 这枪不见光 就是向大鹏杀人后毁掉了枪械 这枪如果见光 那就坐实你是开枪的人了 叶凡把阮静院塞给自己的短枪揣入口袋 他斩钉截铁一副为了阮静院的态势 为了你的安全 我不会走的 说完之后 叶凡就像撞开大门的护卫营车队冲过去 喊道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向大鹏杀了大王子 第1508章伪造 对叶凡来说 向郑国横死的那一刻起 事态就到了最恶劣阶段 王氏和官方不会在乎解释 也不会在意对错 他们只有仇恨和愤怒 所以叶凡不会浪费时间解说来龙去脉 告知自己和阮静院是被逼无奈反击 孰是孰非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向郑国死了 王氏要发泄怒火 因此叶凡只能把水搅浑 让事情扑朔迷离 给自己赢取一点时间 哗当 叶凡喊叫着跑出去的时候 一列车队正气势如虹 把肛门全部撞飞 接着 几十辆路虎卫士就汹涌杀志 他们杀气腾腾地冲入郑国府邸 二话不说就把建筑包围起来 还有十几车贼一横 形成扇形包围了叶凡和阮静院 跋扈灯台 嚣张地近乎刺眼 接着 车子停下 两百名全副武装的人员鱼贯而下 他们端住热武器 接管了整个花园 五架直升机也呜呜 悬空盘旋了几圈 然后落地 打开舱门亮出重武器 枪口阴沉 阮静院瞳孔猛然收缩 嗅到一股危险气息 倒是叶凡一脸风轻云淡 等待护卫营的领队显身 呜 很快 又是一辆白色路虎开过来 车门打开 三名壮汉 簇拥着一个缺掉左耳的男人出现 四十岁左右 一米八五个子 龙行虎步 一身制服 更是把他衬托得无比森冷 阮静院低声 向问天 阮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向问天带人快速走前几步 随后目光锁定阮静院喝道 镇国府邸怎么会炷火呢 大那王子呢 看住熊熊燃烧的大火 向问天面沉如水 向队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约大王子这一餐 不约这顿饭 府邸就不会人来人往 向大鹏就不会潜入府邸杀了大王子 我的错啊 叶凡突然嚎啕大哭 扑上去抱住向问天喊叫 我的错啊 他一边生情并貌豪住 一边把剧本简述一遍 听得周围护卫营一个个全身发凉 大王子死了 熊壮如牛的大王子怎么可能死了呢 而且大王子死了 他们该怎么向王室交代 要知道 护卫营拱卫的就是像镇国 主子死了 他们会是什么下场 没有人敢想象 但都生出一股绝望 什么 大王子死了 向问天也是颤抖着吼出一声 向大鹏杀的 这不可能 叶凡 你在撒谎 你在撒谎 向大鹏杀的 这不可能 叶凡 你在撒谎 你在撒谎 向 大鹏不可能杀大王子的 更不可能血洗整个镇国府邸 大王子是你杀的 一定是你杀的 向问天一把推开叶凡 拔出枪械指向叶凡脑袋吼道 说 是不是你杀了大王子 比起阮靖院等人 向问天对大王子的今晚部署更了解 向郑国恼怒叶凡对金屋捅刀子 还想摘取胜利果时 就决定今晚设立红门宴招待叶凡 向郑国的计划 就是牺牲完颜北约这个女人 诬陷叶凡杀她妃子 然后鼓动不知情的王府护卫为杀 在王府护卫对叶凡下手的时候 护卫营也要带领大部队赶到 最大几率干掉叶凡这个国江龙 即使钱不掉叶凡 有这么多人见证 叶凡将面临全世界通缉 如此一来 叶凡打下的江山 就全部属于大王子了 为了保密 为了嫁祸逼真 也为了避免女人心寒 向郑国志的计划 只有她和向问天知道 阮靖院 完颜北约和向伯英都不清楚 所以在向问天的认知里 今晚叶凡就是不死 也该被王府护卫团团压制 但没想到 叶凡不止活蹦乱跳 还成了炸死凶手的大功臣 而大王子却死了 还被大火吞噬 说 是不是你杀了大王子 你不说实话 我就杀了你 向问天是向郑国的好兄弟 也是死中 未来吃香喝辣 全靠向郑国 现在向郑国死了 他也红了眼 他一边让人去救火 一边拿着枪逼问叶凡 快给我招任 其余手下剑状也哗啦一声 端起热武器 凶狠地指向叶凡 向队长 真不是我杀的啊 是向大鹏杀的 叶凡手指一点大火 不信你去火里找一找 肯定能找到向大鹏的人体组织 而且监视也显示 是向大鹏杀人 就算你不信我 不信 这些 物证 那你总该相信阮总了吧 阮总可是大王子最宠爱的女人 他跟我一起见证了大王子被杀的过程 叶凡也无辜 你问他 究竟谁 是凶手 向问天本能望向了阮静怨 阮总 谁是凶手 向队长 我知道你跟大王子的感情 他死了 我也很伤心 阮静怨眼皮直跳 随后挤出一句 只是 凶手真的不是叶凡 是向大鹏潜入境来杀人 说谎 说谎 不可能是向大鹏 是你 不 是你们勾搭在一起 一起杀了大王子 向问天依然情绪激动吼着 一定是你们杀了大王子 我这有向大鹏杀人的影片 叶凡把一个手机递过去 啪 向问天一巴掌打掉 然后一脚踩碎 他喝出一声 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你杀的 叶凡冷笑出声 你是故意针对我对吧 向问天目光伶俐 叶凡 大王子怎么死的 你心知肚明 向 大鹏的确是大王子的敌人 但向问天知道向大鹏的能耐 一介五夫的向大鹏就是嗑了药 也不可能杀死大王子和三百多名护卫 向大鹏会下毒 向问天更是从来没听过 他认定叶凡是凶手 叶凡声音一冷 你们非要愿望一个好人 一个杀掉凶手的大功臣吗 闭嘴 向问天吼出一声 就是你杀了大王子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不招供出来 我就把你就地正法 他目光闪烁着红光 几近失去理智的针对叶凡 随着他这一句话 几十名护卫营精锐又踏前一步 淡漠又森冷地盯着叶凡 枪口也保持着射击态势 叶凡冷冷出声 向问天 你非要这样全是压人 压你怎么了 欺负你怎么了 老子是护卫营队长 压你这个现场嫌疑人 就如碾压蚂蚁 向问天目光凌厉 还有三十秒 阮精愿眼皮直跳 感受得出向问天杀意 叶凡看住向问天冷笑一声 从怀里摸出一块东西丢出去 白玉大象 瞬间聚集所有人目光 见相如亡 四个字 像真一样 刺入众人的眼睛 全场大吃一惊 不只是护卫营目瞪口呆 就是阮精愿和向问天 也难以置信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凡手里有军中至高信物 他们都是军中之人 也就知道意味住什么 这信物不能调动大军 但能要求协助 还能做免死金牌 吃信物者 不管犯下什么滔天大罪 任何势力都不得擅自击杀 必须由军方去处置 叶凡盯着向问天冷笑一声 怎么 不认识这牌子 剑相如亡 向问天反应了过来 叶凡 你哪来这个信物 叶凡一笑 怎么来的 就不用你好奇了 你就说 这东西有没有用 向问天脸色难看 喝出一声 叶凡 我就不信你能持有军中之物 我要 验证这块牌子 他捡起向如亡审视一番 随后拿出手机走到旁边 叶凡不知可否提醒他一声 记得打给九王子 他会告诉你牌子真是假 喂 接7749 向问天冷住脸打出电话 随后呕呕了几声 神情和语气缓和不少 阮静怨心头一松 觉得今晚危机可以化解 明白 明白 好的 好的 这时 向问天已经走了回来 收起手机突然抬枪一射 叶凡伪造令牌 力杀无射 砰砰砰 子弹嗖嗖嗖照向叶凡 第1509章5的规矩 砰砰砰 当众人大惊小怪 全杖势伪造时 向问天已经射出5 6颗子弹 一连串子弹近距离打向叶凡 阮静怨下意识惊呼 叶凡小心 叶凡似乎早有准备 身体已经一闪 他用银风柳布避开了弹头 后面三名包围叶凡的敌人身躯一阵 捂住头直挺挺摔倒在地 向问天见状悲愤不已 混蛋 他偏转枪口 只是叶凡没有给他再开枪的机会 他身子一闪 转到向问天背后 一把卡住后者脖子 不准动 叶凡劫持了向问天 向问天的危险超出了叶凡预料 叶凡以为 就算向问天不相信阮静怨这个证人 也该给九王子的信物一点面子 但没想到 向问天直接对自己开枪 这不仅让他感受到一抹危险 也让叶凡猜测 他参与了向正国计划 不然怎么会认定 他这个大善人 大功臣是凶手呢 叶凡连自己都快骗过去了 却没骗到向问天 而且还无视令牌 对自己开枪 实在不合理 所以叶凡情贼先秦王 给自己加一份保障 放了向队长 放了向队长 看到向问天被叶凡捏住 一百多名护卫 迎精锐哗啦一声靠过来 阮静怨动作力所 转到叶凡身后 叶凡击杀大王子 毒杀三百多名护卫 还伪造军中信物 你们把叶凡给我包围起来 向问天无视自己被劫持 三分钟内不束手就负 你们就把他打成筛子 叶凡冷笑一声 假的 向问天 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啊 我已经跟上面核对过 从来就没有授予你 见相如亡 所以你刚刚拿出来的是 伪造所致 向问天流露出结成不逊 还咔嚓一声捏碎白玉大象 叶凡 别想着拿伪造东西来欺骗我们 也别想着拿我性命 杀出血路 没用 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吗 真的怕死 我今晚就不会出现了 更不会跟你叫板了 为了正义 为了大王子的冤情 我就是死 也要把你绳之于法 他把碎裂的白玉大象丢在地上 不给其余真别真假的机会 叶凡看住碎裂的白玉大象点点头 我小看你了 他千算万算 唯独没有算到向问天的死质 接着他对阮静怨偏头 动用你所有关系和人脉 联络九王子 告诉他白玉大象 阮静怨神情犹豫了一下 最后拿出手机 动作隶俗操纵 叶凡 我给你三分钟 看到阮静怨联络九王子 向问天脸上涌现一抹坚决和疯狂 三分钟后 要么放掉我 束手就负 等待法律和正义的审判 要么咱们一起死 不管怎样 向问天都不想叶凡活着离开这里 汉不畏死 叶凡夺他腰中另一把枪顶在他脑袋 不好意思 我不会束手就负 也不会一起死 叶凡能轻易杀出包围 就算直升机追杀也能脱身 只是他不想这样离开 不然自己又会变成为罪潜逃的凶手 他要继续搞大事情 还要光明正大离开 看到叶凡这样强势 向问天向四周喝出一句 霍卫营听着 拿起你们的枪 对住叶凡的头 三分钟后 杀掉他们 他斩钉截铁 不要再与我生死 霍卫营握紧枪械 但神情在犹豫 队长 向问天神情很利 执行命令 三分钟后 谁没开枪 谁用军阀处置 霍卫营他们一脸无奈 只能咬牙贴紧板机 齐齐对住叶凡和软静院 直升机也抬起了重型武器 生死 一触即发 砰 就在这时 大门口又亮起了一串车灯 接着 又是十几辆墨绿色汉马 开了过来 上面还全都架住重型武器 在向问天脸色微微一变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 清脆微言响起 我是北京战区 九王子麾下贺连清雪 叶凡是九王子的尊贵客人 他手里的白玉大象 货真价实 任何护卫营精锐 不得对叶凡无礼 郑国府邸一事 王氏 官方和战区已经知晓 今晚将会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小组会全面接手此案 还会深入调查 真相未出之前 射击人员不得在冲突 在动武 也不得离境 叶凡从这一刻起 由北部战区全面担保 他的自由和安全不受任何势力限制 货卫营马上放人 如有意义直接向战区交涉 在场众人立刻放下武器 退出花园 保持现场完整 由调查组接手 最后一遍 马上放下武器 否则就是挑衅王室 官方和战区权威 中气十足地喊叫住 墨绿色汉马停了下来 接着车门打开 钻出一大批迷彩服男子 他们包围了叶凡和向问天等人 叶凡微微眯起眼睛 想不到是九王子的人来了 对方不仅来得迅速 还对现场料如指掌 毫无疑问 护卫营也有九位王子的人 踏踏 叶凡念头转动之中 一个戴着被雷帽和白色手套的 年轻女子显身 身材修长 容颜冷艳 说不出的英姿飒爽 她的声音虽然中气十足 但听得出没有高声舞蹈修为 但这一番喊话的语调中 却有着说不出的从容与自信 就如皇宫中的太监在宣读圣旨 那般掌控他人命运的盛气领人 但护卫营此刻都没有在意语气 他们被喊话的内容震惊 什么 叶凡是九王子贵客 剑相如王是真的 这个变故 让护卫营赶紧低吹了枪口 不敢再对住叶凡 向问天也流露一股遗憾 贺连轻血缓缓走到 叶凡和向问天面前 他目光居高临下扫尸了两眼一眼 接着又捡起地上 被捏碎的白玉大象出声 向问天 你无视战区权威 毁损信物 还污蔑叶凡 按照律法 该拿你入狱问罪 但念你是初犯 还跟大王子兄弟情深 一时失去理智 这次就放你一马 不过依然要罚薪三个月 贺连轻血很直接 给了向问天一个惩罚 向问天嘴角牵动一下 明白 向问天受罚 叶凡 九王子在府邸等你 贺连轻血又扫尸叶凡一眼 放了向问天 跟我走吧 他污蔑我伪造信物 对我开了六枪 还要乱枪杀我 罚薪三个月 叶凡不至可否一笑 不如罚酒三杯 你算是什么东西 战区做事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你以为跟九王子有点交情 就能牛哄哄压死老子了 老子也是有王室血缘的人 行不上大副懂不懂 向问天宁笑一声 罚老子三个月薪水 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我下次再杀你 失败被揪住了 照样罚薪三个月了事 你的狗命微不足道 对了 我会找机会杀死白如歌 和牵引其他人 你猜 倒是我会有什么惩罚 我告诉你 最多关禁闭一个星期 他知道今晚杀不了叶凡 就想要过嘴瘾 不然实在太憋屈 闭嘴 向问天 别给我丢人现眼 贺怜清雪 瞥了向问天一眼 随后望着叶凡 与其森恶 叶凡 放人 叶凡淡淡一笑 不服 不服就憋着 别给我节外生枝 你在相国已经搞出一堆事 别再给九王子添乱了 而且这是我的规矩 九王子的规矩 战区的规矩 贺怜清雪 翘脸一尘 不管你服不服 在这里就要守规矩 对不起 那是你们的规矩 叶凡声音一冷 我的规矩 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下一秒 他喷一声爆掉 向问天的脑袋 第1510章 人性本善 向问天脑袋开花 直挺挺倒地 鲜血满地 全场一片呆愣 还有难于信心 谁都没想到 叶凡胆子肥成这样 完全无视贺怜清雪的指令 简单粗暴 对向问天开枪 向问天也没想到 所以倒在地上的时候 眼睛瞪大 有着无尽不甘和愤怒 向问天还以为 贺怜清雪他们的到来 虽然给叶凡取得脱身机会 但也保住了自己小命 谁知 叶凡爆掉他的脑袋 而叶凡毫发无伤 他一个人孤零零死去 还死得毫无意义 沉淀的血腥忽然又腾生 气氛也瞬间凝重 混蛋 见到向问天横死 护卫营先世一正 随后大怒 纷纷吼叫住包围上来 他们刀枪凌厉要对付叶凡 叶凡却淡淡一笑 退后一步 站在贺怜清雪旁 怎么 你们要跟九王子作对 要跟北京战区作对吗 叶凡也捡起一片白象大鱼碎片 不知可否提醒着杀气腾腾的护卫营 退后 全部退后 此刻 贺怜清雪带来的几十名手下 在叶凡喊叫的九王子中醒了过来 他们也端住武器对护卫营喝出一声 他们一样愤怒 叶凡杀了向问天 只是今晚任务要确保叶凡的安全 绝对不能让叶凡受到半点伤害 职责所在 他们不得不阻挡护卫营 场面再度对峙起来 护卫营群情汹涌 则则则 看来护卫营还真是大王子的家奴啊 叶凡满不在乎刺激住他们 不然战区指令 剑像如亡 怎么对你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叶凡 混蛋 这时 贺怜清雪彻底从向问天鲜血中反应过来 他刚才一直不相信 叶凡出手杀了向问天 他可是再三提醒叶凡 这是他的规矩 九王子的规矩 战区的规矩 叶凡怎么就有胆量开枪 只是血淋淋的现实 又让他不得不接受 这也让他变得暴怒不已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我让你放了向问天 战区会对他处置 轮不到你来开枪 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 你他妈的竟然敢当众杀他 他翘脸充满着怒气和杀意 差一点就要拔枪抱叶凡脑袋了 战区怎么处置 关我鸟事 叶凡冷笑一声 你们处置你们的 我处置我的 不服 那就撕破脸皮 反正我突然发现 九王子的尊贵客人也不怎么样 向问天捏碎 见相如亡 擅自对我开枪 护卫营知道我身份也要为杀 就连你这个九王子的人 此时此刻也对我口 出狂言 还对我流露出浓郁杀鸡 他戏谑不已 这九王子的尊贵客人 没有一点含金量 撕破脸皮也无所谓 你 赫连清雪被叶凡一番后 堵得差一点吐血 只是这几句话也让他清醒过来 如果再对叶凡不敬 或是控制不了势态 不只是打叶凡的脸 也是打九王子的脸 尊贵客人 哪有尊贵可言 他恨死叶凡 恨不得掐死这个搞事的叶凡 但知道此事不是适当时机 无论如何 他这时都要维护叶凡 维护九王子的尊严 下了护卫营的武器 护送叶凡离开 向问天一事 九王子会给王室一个交代 赫连清雪一声令下 谁敢阻挡叶凡离开 格杀勿论 株连全营 话音刚落 几十名手下条件反射一般 端起手中杀其四翼的武器 他们打开保险 钱脆利落 喝令护卫营让路 有几个向问天轻信 固执挡住去路 就被一缩子弹打在脚边 只好往后退 赫连清雪再度喝道 最后一次再不让路 杀无射 护卫营精锐悲愤不已 但最终只能低锤武器 很是不甘把道路让出来 五分钟后 叶凡钻入一辆白色路虎 把软禁院丢入进去后 启动车子 赫连清雪跟过来 喝出一声 叶凡 你要去哪里 九王子要见你 叶凡从容转动着方向盘 夜深了 我准备回去睡觉 今晚为了给大王子报仇 我跟向大鹏力搏一番 太累 需要休息 还有 九王子要见我 让他去黑巷盟找我 说完之后 叶凡就一踩油门 扬长而去 赫连清雪愤怒不已 下意识抬枪 却见红光一闪 一颗狙击子弹射来 当的一声 他手上的短枪飞了出去 虎口剧痛无比 还出了血 赫连清雪翘脸俱变 环视四周 想不到叶凡暗中还有帮手 叶凡速度极快 离开是非之地 前行途中 还打开手机 发出了几个语音指令 一连串操作后 叶凡神情缓和起来 还打开音乐放松 一直发呆的阮经院 这时才打了一个机灵 在副驾驶座上 坐着身子摸摸脸 他呢喃一句 我感觉今晚跟做梦一样 赫连 蜿蜒北越死 大王子被自己杀掉 叶凡血洗王府 向问天包围 叶凡反杀 每一件都算得上大事 每一件事情都冲击着人心 但他却跟电影一样 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阮经院的思维 别说跟不上 就是消化都显得困难 叶凡一笑 你觉得自己会死在郑国府邸 结果没想到 却跟着我活着出来 是啊 我以为自己至少 要死四次 谁知完好无损 阮经院一聊长发苦笑 虽然危机还没过去 但能活着出来 已是奇迹 你会发现 活着出来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有更多奇迹发生 叶凡一语双关 我好不容易在相国打下一片江山 绝不会让他付诸东流的 是经院眼界和格局浅了 阮经院悠悠一探 我以为你逃出去就是最好结果 没想到你去反杀出来 只是 九王子想要见你 这是一个可以极力打力 甚至让九王子帮忙平时的机会 他追问一声 你怎么不跟贺连清雪去见他呢 审办成垮了 大王子死了 九王子现在是躺着阴 叶凡看得很是长远 我跟他七转八转的交情 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 我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存在价值 飞鸟禁 我这把素未谋面的梁公 见或不见 对他毫无区别 而且 他如果有心 把我当朋友 我不去见他 他也会全力替我周旋 帮我从漩涡中出来 如果他无心 甚至起了 杀心 希望干掉我 来解除他唆使我对付大王子的嫌疑 我傻乎乎送上门岂不是找死 叶凡淡淡出生 这年头 人心难测 还是保险一点为好 阮静怨眼皮一跳 叹息一声 是啊 人心难测 人心难测 不过我还是向往人性本善 叶凡大笑一声 把车子停到了黑象蒙大本营面前 交给黑玫瑰开走 他则拉着阮静怨下来 随后掏出那把杀死向镇国的短枪 塞入阮静怨的手里 我一直坚信 阮总的三枪是为了救我 这也是我不问你 大王子宴会 你带枪干什么 第1511章江南燕子 看住叶凡的背影 阮静怨突然感觉深秋的风 多了一丝凉意 随后 他低头望向手上的枪 是啊 向镇国射宴 还是在保镖重重的镇国府邸 自己带着枪干什么 阮静怨眸子有着一抹苦涩 对了 叶凡原本转身离去 只是走出几步 他又回头望向了阮静怨 向镇国和向问天死了 咱们虽然暂时捡回一条命 但不代表危机已经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 调查小组肯定会询问咱们这两个活口 而且 他们 很大几率会不择手段审问 包括动用土真剂和神控术来逼迫我们说真话 他们这些招数对我不会有作用 从我嘴里查出来的真相 只会跟我在镇国府邸给你的剧本一模一样 但阮总你却未必能扛住他们盘问 一旦他们深度催眠了你 你很可能会招供出自己杀死大王子 以及我毒杀三百多人的真相 对我来说 被他们知道杀掉几百名护卫 无所谓 只要不是我亲手杀了大王子 我就能砸钱摆平 毕竟几百名的王府卫队还是有价格的十亿 赔偿不行 那就一百个亿 我想 向国官方会愿意我拿钱买命的 我会有不小麻烦 但并非不可调和 倒是你 杀了大王子 被查出 绝对是死路一条 所以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 就是转身离开这里 自己面对接下来的危险 以及用自己的能量和人脉化解危机 第二 就是走路 黑相蒙 一切听我的安排 如果听我的安排 我不仅能让你度过这次危机 还能让你成为向国第一名员 不敢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绝对是锦衣玉石富贵一辈子 还能成为牵引海外公司的掌舵人 叶凡贴近阮静院的身边 对住他耳边轻声一句 当然 要收获什么 也就需要付出什么 说完之后 叶凡一笑 转身走入了黑相蒙 同时 黑玫瑰开了一辆新车停在阮静院身边 任由他选择离去还是进入 阮静院钻入车里 启动车子 只是要踩下油门的脚 却始终没有落下 他靠在驾驶座上 眺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 纸醉精迷 几乎同一个时刻 第一庄的后院地下室 沈半成站在一个秘密管道搭建的大荧幕面前 看住上面一脸落寞的熊天俊叹息一声 我们失败了这五个字 沈半成说得很平静 但却如石头一样 让 自己心情沉重 半岛城邦变鬼楼 他不曾说失败 沈氏大厦被捣乱 他不曾说失败 十大药厂被抹黑 他也不曾说失败 就是股市一战 损失几千亿 沈半成也保留战役 而今晚 他却苍老了几十岁 失去了斗志和信心 是啊 精心部署这么久的绝地反击 失败了 熊天俊的声音也带着一抹嘶哑 这一败可就是彻底失败 不仅无法 夺回几千亿 第一桩翻盘复活 还要面临被入狱坐牢 甚至击杀 股市决战后 熊天俊和沈半成就筹划了 绝地反击的计划 那就是利用向郑国贪婪刚毙的性格 破坏他跟叶凡的联盟关系 让两人心里生出隔阂和怨言 例如军工厂大火 向元下毒 沈半成他们相信 这些事一出向郑国一定大怒 一定会想办法杀掉叶凡 只要向郑国对叶凡动手 他们埋设在向郑国身边的阮经院 就会找机会用报恩幌子杀死大王子 大王子一死 阮经院在设法让叶凡跑路 就无形坐实 叶凡杀死大王子的罪名 如此一来 叶凡就算毁了 即使能够跑回神州 他在向国的努力也都付诸东流 而熊天骏已在向河设下死亡陷阱 九成九能要了从向河跑路的叶凡性命 这一局 可谓一箭双雕 让沈半成一下子少了两个对手 还能夺回第一桩资产翻盘 考虑周全 设局精妙 沈半成和熊天骏认定叶凡倒霉 唯一没想到 就是叶凡没有跑路 反而血血了镇国府邸 还嫁祸给大鹏 这让熊天骏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 熊天骏还嗅到了一股危险 成王败寇 虽然我很愤怒很痛心 但此刻纠结失败没有意义 叶凡没死 还把水搅浑 他很可能会让你这个神首富背锅 毕竟像大鹏是你的亲生儿子 他现在被叶凡嫁祸 也就会扯到你身上 会让你成为 唆使像大鹏杀人的幕后黑手 你也不要说你 没唆杀人 你在上层打滚多年 应该知道斗争讲究的是大事 而不是什么真相 古市一战 你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叶凡他们认定是你 不是你也会变成是你 老九 你不能再留在第一桩了 今晚就从秘密管道 离开 他提醒一句 不然明天你会被锁定 再也没机会脱身 走 审办成苦笑一声 先不说我能不能走的了 就算能走 我有走的必要吗 儿子一死一跳 万商联盟分崩离析 第一桩坍塌 财富被吞 自己也成丧家之犬 他没多少力气和精神挣扎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熊天俊目光温和看住审办成 显然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老一辈从神州出局 经过打拼 好不容易有现在的基业 结果却全部断送 儿子也一死一逃 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情感上也很难接受 这是能理解的 可失败就是失败 再怎么 不干和血淋淋 你也只能勇敢面对 而且活着 咱们才可能报仇 才可能东山再起 走吧 暂时离开巷国吧 咱们去瑞国待一段日子 你也别想着 损失的财富 别忘了 老A当初可是留下两套美超母版 一套用具击砂糖平凡 还有一套所在瑞国保险箱 你纠结财富没了 就跟我去瑞国好好策划 我前些日子 已经透过不同身份收购了印钞厂 有母版 有印钞厂 还有成本上千条频道 就差一个人主持大局了 在 我心中 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他诱惑一声 只要你运作得当 你很快就会重返向国首富巅峰 你应该知道的 战乱国家 美金就等于黄金 很有市场的 至于沈小雕 我会想法把他救回来的 你就跟我走 听到熊天俊这一番话 沈半成眼睛渐渐亮起 他又重新感受到了崛起的希望 至少这一条路不会太难 这个提议不错 沈半成语气有了松动 好 我待会就收拾东西 离开向国 熊天俊呼出一口长气 行 我 也马上动身 咱们在瑞国见面 沈半成微微皱眉 比起我这个明面上的人物 躲在暗中的你 应该算安全 你可以缓两天再离开 他还是希望熊天俊 替自己收拾一点首尾 让自己跑去瑞国不至于 太寒酸 计划失败 阮金愿未死 变数太大 熊天俊很是警觉 至少 我不是绝对的安全 沈半成一笑 他对你一往情深 怎么会出卖你呢 他确实爱我 熊天俊眼神多了一抹黯淡 可他天生就是一只江南燕子 比起亡命天涯的清苦爱情 他更喜欢万众瞩目和纸醉精迷 砰 几乎同一个时间 阮金愿推开了车门 义无反顾走入了黑象蒙院子 第1512章暴风雨要来了 熊天俊 果然是这王八蛋 晚上11点 叶凡一边吃方便面 一边聆听阮金愿讲述 红门燕没吃到 还出力不少 叶凡只能自己加餐了 他对阮金愿跟熊天俊有勾打没多少稀奇 今晚一战 叶凡心里就断定离不开 审办成他们的推波助澜 在确认熊天俊牵扯到今晚袭击后 叶凡就发出了好几条讯息 调动苗风狼 沈红秀和黑玫瑰他们兵分三路去围堵 熊天俊的落脚地 虽然叶凡觉得不太可能拿下他 但怎么也要试一试碰碰运气 同时 他也让黑头头报警到巷河附近 看看熊天俊埋设的杀招是什么 安排妥当后 叶凡让人给阮金愿也泡了一个泡面 他招呼女人一起吃面 还八卦住他跟熊天俊的过去 你跟他是老相好 叶凡对老对手充满着兴趣 那家伙不仅无所不在 还总能在女人身上下手 以前是跟进宫 现在是跟阮金愿 还都能让他们卖命 真是女人杀手啊 老相好 算是 也算不是 阮金愿 眸子闪烁着一抹悲凉 他很不想出卖熊天俊的 只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 怎么说呢 很多年前 我还做 模特的时候 他曾经救过我 一次境外黑三角拍戏 剧组被武装分子拿下 我也面临侮辱 是他救了我 从 那时候起 我就把他当成了白马王子 我喜欢上了他 他语气变得温柔 他也喜欢我 他还想要我 陪他浪迹天涯 很浪漫的事情 叶凡挥手拿过一个平板电脑 对于熊天俊这样的人来说 他很难这样对一个女人沉默 他能让你陪他浪迹天涯 说明他对你也确实有点感情 他好奇问道 你怎么不跟住他走呢 走 阮静怨对叶凡很是坦诚 我也想跟住他走 他也的确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伴侣 只是很早出道的我 早就习惯了锦衣玉石万众瞩目的生活 没有了都市的繁华 富贵荣华 还有各种炽热的目光 我会活得很不自在 我要钱 我要权 我要光芒 我要吹捧 我要天天光鲜 要让无数人惊呼和羡慕 我这样的人 是受不了轻苦的 跟他走 只会磨灭两个人美好的记忆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物质追求 所以 我们最终分道扬镳 叶凡轻轻点头 我不太赞同你的心态 但能够理解你的选择 习惯了众星捧月 哪受得住平庸无为 叶凡笑着又追问一声 这也是你选择走入黑巷蒙 而不是离去找熊天郡逃亡的原因 没错 阮静怨眸子惆怅 亡命天涯 我哪里受得住 粗茶淡饭无所谓 担惊受怕也无所谓 但没了光鲜 我受不了 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虚荣心 叶凡点点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谢谢 难得一个男人 说我不败金不虚荣 阮静怨拿起叉子吃了一口面 感受着食物的美味 随后话锋一转 虽然我跟熊天郡分开的这些年 我们也没有半点联系 但他在我心里还是有重要位置 所以前些日子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公寓 要求我一件双雕对付你 我就 答应了他的要求 不得不说 他跟沈半城设局精妙 只可惜 对你判断不足 搞成现在的局面 今晚这一战 不仅大王子死去 第一桩也会彻底坍塌 沈半城孤寂 也逃不出你算计 而我也背叛了熊天郡 熊天郡和沈半城 可谓鸡飞蛋打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女人反问一声 用我去指控 熊天郡沈半城 让你彻底 从大王子 横死风波出来 他还把那只 杀死大王子的枪械 放在桌上 一副任由叶凡 决定生死的态势 你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赌 叶凡一笑 赌你拿出诚意 招供熊天郡后 我是把你丢出去 做牺牲品 还是实践承诺 庇护你 你说过 人心难测 阮静院翘脸一热 毕竟把我这个 有力证人丢出去平视 是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式 放心 叶凡淡淡一笑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 一落千金 你选择走进 黑巷盟招供出熊天郡 那我也会实践 对你的承诺 他往嘴里吃入一口面 随后挥手 让白如歌 近来 第一带阮总 去拍一个视频 内容就是 大王子被向大鹏杀害 目睹一切的阮总心理 无法承受 告白一番 就跳入相合训情 告白 就用阮总的手机拍摄 跳入相合 就用监视器 记录 他语气果断 人间从此再无阮静院 阮静院一愣 想说什么 却最终闭嘴 走入这里 就代表任由叶凡安排 第二 让金志院派出整容小队 抵达相国 今天黄昏之前 对阮总完成面部整形 叶凡 又对白如歌 发出了另一个指令 不求阮总成为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但要他在 无阮静院的痕迹 白如歌点头 明白 第三 联合各方 包括十大药厂的 受害者和家属 控诉沈半城为非作歹 叶凡没有停歇 而且还愿赌不服输 挑拔我和大王子的亲密盟友感情 沈半城父子 不仅把向元中毒 和军工厂大伙 嫁祸给我 还缩使大鹏 杀掉大王子后栽赃我 可惜被 我发现端倪来了一个反杀 顺便给大王子 报了血仇 另外 把我跟大王子 这些天的资金往来 以及大王子 对我的庇护公开 让所有人知道 我跟大王子 情同手足 同时 宣告金之灵 拔出一百亿专款 专门救助 身患绝症的病人 无论 什么病人 什么国度 都可以来向国 免费救治 他丢掉手里的叉子 总之 这水有多魂 就给我脚多魂 轰 在白如歌 转身出去安排时 天空突然一声惊雷 空气潮水 冷风渐紧 要下大雨了 叶凡抬起头 张开双臂喊道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第1513章冤家路窄 在叶凡发出一连串指令时 沈洪秀正戴着鸭舌帽走入金屋园区 软金院提供的熊天骏几个落脚点 其中之一就是七十二妃所在的金屋 尽管叶凡觉得熊天骏应该早从巷河跑了 但还是让沈洪秀带人来金屋查看 沈洪秀也认定熊天骏早脱身了 所以让几十名黑象蒙精锐散开查探 而他向软金院所在的公寓走去 不管能否找到熊天骏 沈洪秀都要去一趟软金院屋 他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踏踏 当沈洪秀走到大厅的时候 一个黑衣男子恰好迎面走来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背住吉他 还跟沈洪秀一样 习惯把双手揣入口袋藏匿 沈洪秀下意识停止脚步 目光淋漓扫视对方一眼 黑衣男子也是目光一眯 但没有停下来 保持前进往外面走去 沈洪秀喊出一声 喂 熊天骏 他双手一锤 多了一把匕首 黑衣男子没有回应 依然不紧不慢出门 秀 沈洪秀反手一挥 匕首一闪而逝 对住黑衣男子背部射去 又快又急 当 就在匕首要刺中对方背部时 黑衣男子身子一转 手里多了一把军刺 他当的一声打掉射杀过来的匕首 熊天骏冷冷出声 你不怕杀错人 我是杀手出身 杀错人 滥杀无辜 很正常的事 沈洪秀又闪出一把匕首 嘴角勾起一抹戏血 而且这一刀只能让你重伤 不会要你的性命 所以用一个无辜者的重伤 换来甄别熊天骏的机会 值得 他目光死死锁定住对方 你还真是让我意外 我以为你早就跑掉 没想到跑回来这里 显然 金屋放了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东西 不然你不会这样冒险回来拿的 也就是说 你身上有好东西 想不到我今晚运气这么好 出来打个酱油 还能立大功 沈洪秀眼里闪烁着光芒 但没有立即动手 有意无意拖延着时间 为了最大几率拿下熊天骏 沈洪秀需要一些帮手 你会发现 认出我是你的倒霉 熊天骏大笑一声 杀不了叶凡 就先拿你来开刀吧 他脸上的淡漠表情进去 取而代之的是 喷勃欲出的强横战役 如同龙攀虎剧 一往无前的战役直逼沈洪秀 秀 沈洪秀一臣匕首 将对方充沛的战役消失于无形 熊天骏微微一路欣赏 接着又压前了一步 杀 面对熊天骏的威压 沈洪秀脚步一挪 向对手抱射过去 秀 匕首一转 一道刺眼光滑扑出 刀尖锋芒刺痛人的瞳孔 夹杂住狂烈的气势 熊天骏脚步一移 毫离之差 避开沈洪秀的第一击 随后他左手一轰 打在刀身上 砰 拳刀相撞 一声闷响 两人身躯一阵 各自向后退了出去 气血翻滚 不分胜负 也就一秒 两人再度扑上去 杀 熊天骏向沈洪秀扑了过去 手里军刺闪烁出嗜血光芒 沈洪秀眸子一寒 手中匕首一阵 直挺挺地迎战上去 两人速度极快 距离拉近 随后一挥右手 两刀猛地一撞 当 一声巨响 熊天骏的军刺狠狠批在沈洪秀的匕首上 一股如山洪爆发的劲气 像千重涡旋翻滚的暗浪般 一下子全注进匕首里面了 沈洪秀脸色微微一变 他抱和一声 脚步一挪在沉稳身躯 堪堪挡架了熊天骏青睐的力道 在两人对峙角力阶段 沈洪秀忽然见到熊天骏露出笑意 呼 下一秒 熊天骏空闲的左手一拳轰出 落点直取沈洪秀的脑袋 来势极为凶猛 沈洪秀眉头止不住一皱 左手也横挡而出 砰 一声巨响 两人在拳头碰撞中退了出去 待两人重新站稳 才发现手臂都有些酸麻 但谁都没有表现出来 熊天骏目光赞许地看住沈洪秀 很好 叶凡还真是厉害 能收你这样的人做前将 你错了 叶少一点都不厉害 他如果厉害的话 怎会把你这个白眼狼当兄弟 沈洪秀盯着熊天骏冷笑一声 叶少救你一命 你却三番两次对他下手 上次在公海用火箭弹袭击 今晚更是要杀死向郑国嫁祸 他毫不客气 训斥 狼心狗肺不过如此 叶凡确实是个好人 可惜挡了我的路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熊天骏淡淡出生 小姑娘 你应该懂的 叶凡以前跟你素未谋面 也没有任何产业交集 挡你的路 挡你什么路 沈洪秀眼里闪烁一抹寒芒 倒是叶少帮你不守 不然你早死在宝城了 熊天骏不置可否 当叶凡要守护神舟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当然 我也可以放过叶凡 那就是他答应不再前涉 叶唐和武大家的事情 包括他父亲和母亲的生死 如果他答应 我保证以后不再对他下手 他会答应吗 无论是叶凡跟武大家的交好 还是叶唐未来少主 都注定他要尽早干掉叶凡 沈洪秀嗤之以鼻 不理父母生死 那还是叶凡吗 熊天骏怂怂肩膀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和叶凡注定你死我活 那你就去死吧 沈洪秀低喝一声 脚尖一挪 再度冲锋了过去 没有任何花样 他一刀斩向了熊天骏的妖眼 熊天骏君次一聊对击上去 当双方兵器接触后 发出一声脆响 沈洪秀嘴角牵动 后退了三步 随即恢复如水平静 身在半空的熊天骏 则连曾往后跃出两步 他感觉自己刚才的攻击 被一股强大而充沛的力量给顶回 沈洪秀霸道的力量 还把他虎口的经脉震得微麻 看来我真是小瞧你了 哈哈哈哈 熊天骏放声大笑 随后身子一纵 向沈洪秀报射过去 战 沈洪秀也没退让 再次来了一个硬捧影 这种面对强大对手 命悬一线的刺激 让两人胸腔内的热血彻底沸腾 身体也随之越来越激动 这种激动与沸腾 与清醒的头脑 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让两人都感觉到了 自己的战役在咆哮 两人也都没有用枪 沈洪秀担心枪声一响 熊天骏马上跑路 熊天骏也担心枪声一响 把黑象蒙精锐引过来 是去杀沈洪秀的机会 当当 几个回合后 两人很快再度拉近距离 沈洪秀先发制人 匕首狠狠斩出 熊天骏身子一窜 双手紧握军刺 直接横挡过去 硬生生挡住沈洪秀攻击 随后他左手一放 点向沈洪秀的心口 沈洪秀手肘一抬 封住对方拳头 接着两人力尽吐出 砰一声分开 各退四 五步后 两人再度向对方冲了上去 当当 同一时间出手 兵器挥舞 越战越快 越战越勇 脚下地毯和瓷砖不断碎裂 两条身影在大堂中 不断粪粪合合 展现彼此犀利强大 只是比起汉不畏死的沈洪秀 熊天骏作战经验和实力始终要高一筹 他瞧中一个空荡 一掌拍中沈洪秀腹部 沈洪秀闷哼一声 像是断线风筝一样跌飞 途中 他还吐出一口鲜血 第1514张黑色卡片 嗯 沈洪秀闷哼一声 随后腰身一扭 硬生生从半空翻了下来 他半跪在地 微微喘息 你算得上年轻一代佼佼者 杀人经验也不少 可惜还是牵一点火候 熊天骏扭扭脖子 你今晚就不该拦我的 装作没看到我 皆大欢喜 沈洪秀嘴角微微牵动一下 咬牙压制住疼痛和翻滚的气血 随后 他怒吼一声 双腿踏地 弯曲膝盖突然发力 他身体猛地弹射于半空 居高临下地逼试住下方的熊天骏 手中匕首毫不留情 呼啸声再一次响起 兵器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狂佩战役 刀身奸明而轻微颤抖 一往无前 有死无回 熊天骏瞳孔微微凝聚 没有掉以轻心 他伸出君刺 举过头顶横挡 恰好此时 匕首的攻势杀到 两刀当一声相撞 刺耳声响 两人脸色几乎同时变幻 青红不定 随后苍白 嗯 这一记对撞力道凶猛 沈红秀直接跌飞出七八米 手中武器也飞射出去 熊天骏虽然只是退出两三步 但武器也断成了两截 他微微迟然 没想到沈红秀这个地步 还有这么大力气 随后 熊天骏一笑 游戏该结束了 笑声一落 他就扑了上去 准备最快速度解决沈红秀 然后从后门口离去 还有我 就在沈红秀要再度一战时 又一道庞大身影从外面窜出 苗风狼对住熊天骏扑了过去 接我一招 声如炸雷 气势铺天盖地压了过去 熊天骏的瞳孔瞬间凝聚 很是惊讶他磅礴恐怖的气势 来得好 只是尽管苗风狼很是强大 但熊天骏没有半点废话 见到大批黑象蒙精锐现身的他 脚步一挪 下一瞬间整个人就消失在原地 身影掠过之处 狂风呼啸 刺耳的破空声炸裂开来 一眨眼两人就拉近了距离 砰 苗风狼见到对手不退反进沙来 眼神一冷 右拳狠狠地砸向熊天骏 熊天骏的双眼瞬间瞪大 苗风狼这一拳看似很简单 其实暗藏极为恐怖的汹涌力量 他的头皮瞬间炸了开来 只有在面对极为危险的时刻 熊天骏才会有这样本能反应 双掌毫不犹豫收回 一手带弓 抵挡苗风狼这一拳 砰 两股力量激烈碰撞 翻滚的气浪 如同海浪咆哮向四周扩散 苗风狼和熊天骏身躯同时一阵 随后 两人像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到一样 狠狠地向后跌飞出去 刚刚落地 两人又翻滚起身 狠狠一甩手臂 那股麻痹感才顿时消失 下一秒 两人又向对手冲撞过去 熊天骏像猿猴一样 急速闪至 在冲出七八公尺后 身体猛地弹跳而起 双腿如同风火轮搅动轮梯 激荡起一阵阵汹涌的旋风 他气势磅礴地扫腿 踢向苗风狼胸膛 苗风狼右手一震 把他横挡下来 砰砰砰 肌肉与肌肉的硬碰 炸裂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饶视熊天骏的扫腿凌厉凶悍 但依旧被苗风狼轻易挡下 丝毫站不到半点便宜 熊天骏见状更加吼叫一声 整个人如同暴怒的凶兽 嘶吼着不断攻击 苗风狼双手连错 一一扛住对方攻击 砰 腿脚无法奏效 熊天骏单手一撑地 整个人站回了地面 随后一拳冲向苗风狼 汹涌澎湃的气势 如滔天骇浪轻压而去 苗风狼寒毛乍起 拳头轰出 强势拦截熊天骏的攻击 硕大手臂肌肉隆起 上面涌动着令人惊骇的爆炸性力量 轰 两人在硬碰硬 彼此都是摧枯拉朽的力量 这也让两人同时喷出一口鲜血 各自向后跌十多公尺 砰砰砰 苗风狼还没摔落在地 熊天骏就像黑暗之中翻滚了过去 同时左手一台枪械 他对着涌现的六名黑象蒙精锐扣下板击 硝烟生腾 枪声震撼大地 六人惨叫着倒在地上 砰砰砰 熊天骏还对着要追击的 沈红秀和苗风狼射击 苗风狼的出现 让他失去杀死沈红秀 向叶凡示威的机会 他只能最快速度跑路 否则黑象蒙精锐一旦重重包围 他就是尝试也难飞起 看到熊天骏开枪 沈红秀和苗风狼脸色微变 他们知道熊天骏枪法的厉害 就赶紧翻滚避开枪口 同时两人一仰手 一颗子弹 一只蛊虫 一闪而逝 当熊天骏一片枪口 打爆飞射过来的蛊虫 毫无疑问 他知道苗风狼的古术霸道 蛊虫喷一声碎裂 四处见射 还弥漫粉红血腥 鼻子一酸 那气味 连口罩都不能压制 意识也随之一缓 熊天骏眼皮一跳 身体像黑暗中一扑 他速度极快 只是避开了苗风狼蛊虫 却没有躲开沈红秀一枪 只听扑的一声 子弹打穿他的口袋 还擦出一大股鲜血 熊天骏闷哼一声 却没有半点停滞 双手又是一扬 几颗烟雾弹 飞射出去 砰砰砰 白烟大作 四比五比 沈红秀和黑象蒙精锐 不得不后退 苗风狼浑然无惧 冲过白烟 他很愤怒 他身上毒雾 在镇国府邸几乎用光 没想到最后一只蛊虫也被爆掉 这意味着 他又要跑回十万山去培养蛊虫了 他很不爽 只是苗风狼视野 却再也不见熊天骏的身影 地上 留下一滩血迹 还有一堆碎裂的手机元件 以及一张黑色卡片 一个小时后 黑象蒙 第七层院子 灯火通明 跑了 叶凡扫尸着苗风狼与沈红秀 你们没事吧 我受了一点小伤 沈红秀咳嗽一声 熊天骏比我想象中棘手 叶凡伸手给他把脉 当初能用狙击枪锁定红颜 还差点在海面轰我一炮的人 哪会是简单的主 他确认沈红秀没有大爱 这也是我让你们多带一点人去找 他的缘故 你们能跟他打成平手 还给了他一记枪伤 已经很不错了 叶凡肯定住两人的战绩 现在的他也渐渐追求大事 而不是几个重要敌人的生死 沈红秀一脸遗憾 可惜没把他留下来 来日方长 迟早会拿下他的 而且他受了伤 丢了相国厂子 够痛苦了 叶凡生出一丝兴趣 不过我有点好奇 他没有第一时间跑路 反而跑回京屋干什么 沈红秀接过话题 估计他在那里藏匿了重要东西 晚一点可以问问软经院 嗯 这事一定要查一查 能让他冒险跑回去 绝对很重要 叶凡又给苗疯狼伸手把脉 苗疯狼轻轻摇头表示没事 随后从口袋掏出黑色卡片递过去 沈红秀附和一句 这是熊天骏身上掉落的东西 五湖猪鹊卡 叶凡接过卡片扫尸一眼 瞳孔止不住一缩 这不是当初红颜送给我的卡吗 他应该落在了唐家 怎么跑到熊天骏手里去了 这不是当初红颜送给我的卡片扫尸一眼